灰灰层层有一夜 天还没那么记忆有 我穿越古代跳大神 本想摆烂做条咸鱼 可买来冲洗的相公不省心 硬生生逼我从被毁容的丫鬟跳成礼品的告命夫人 几看我带你家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 故事开始 男人正抱着母鸡拜堂成亲 本打算给我冲洗 可惜这个相公命有点硬 直接把人生冲没了 却把我冲了过来 我本是一名特战队军医 在给战友包扎伤口时被榴弹击中 再睁开眼就成了古代的柳如云 原主八岁被卖到城里给人做丫鬟 十六岁时因为他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妄图爬上贵客的床 被主家毁了脸 并打了二十板子缅回了家 之后便继续成疾 加上本来的外伤 眼看不行了 家里人便买了相公给他冲洗 现在外面操办的正是我的婚事 望着墙上大大的喜字 我不由做了个国际首饰 妹夫啊 虽说你是我们家里买来的 但是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 说实话 如云这般只怕也时日无多了 就当了却他想嫁人的最后一个愿望吧 你该做的都做到 日后替如云守孝一年 之后我们就放你自由身 说话的正是大哥柳明仁 为人老实 把前身的爬床行为理解为想要成亲 便把准备给二哥娶媳妇的二十两名字 买了个男人给他这个将死之人冲洗 大哥 我知道的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子的 委屈妹夫了 不委屈 大哥不嫌弃我这残废之人就好 残废 那就早点休息 我不打扰你们了 你只管照顾好如云 家里其他事情不用你管 大哥慢走 我把眼睛张开一条缝 只见男人抱着一只母鸡 一瘸一拐走了进来 并没有上前来查看我的情况 而是在桌子前抱着鸡坐下 摸着机关若有所思 真的和鸡培养出感情来了 突然 没想到前一秒还是小甜甜 下一秒直接杀妻 不 杀鸡 男人慢慢走了过来 我赶紧闭上眼 原主身体太弱 我现在只能装死 竟然又是你 嗯 这是什么意思 进来 主子 委屈您了 卧槽 请问柳家人 你们从哪个鸡脚盖拉里 买了尊大神来 成大使者不拒小结 别人能受胯下之辱 我不过将就一个女人 有何不可 哼 我呸 谁将就谁 死瘸子 还胯下之辱呢 你配吗 拜倒在老娘十六群下的人 都从城东排到城西了 轮得到你 主子您放心 这件事日后绝对不会传出去 不会有损您威名 呵呵 我这个军医一姐 就不要威名了 我这边不用你管了 你先回去吧 做好我交代你的事情 可是主子 您的伤 你留下有用吗 是 主子您保重 属下先回 让安虎留下陪您 好 此人离开后 男子便吹灭了蜡烛上床休息 还好没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来 第二天早上 我被男人起床的声音吵醒 我灵机一动决定逗他玩玩 谁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屋里 没来得及穿衣服的男人吓了一跳 见眉心目 鼻梁高挺 下颌线立体流畅 精壮的上身 纹理分明的肌肉 人一线弯扬下 只可惜穿了裤子 长得好看也不能乱闯人家闺房啊 如云 你醒了 听到声音后 家人们都跑了进来 男人连忙穿上衣服 爹 您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说大夫都是骗人的 冲洗有用吧 有名人心疼妹妹 坚持拿出全部家道来冲洗 看到我醒来 比谁都高兴 妹夫啊 你真是我们柳家的大功臣啊 应该的 大哥严重了 昨晚那个心狠手辣的男人 仿佛坏了的人 一下子变得内联害羞了起来 看来奥斯卡欠他一个 不 三个起步的小金人 那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上就没了 肯定是挤给人挡灾了 死得好 死得好 话语间 我打算下床活动活动 男人见状连忙云了上来 娘子想下床活动一下吗 我扶着你 我本想拒绝的 但想起那只死不瞑目的母鸡 我这只拾去的猴子 决定先迷惑强敌 有了相公了 这小两口多好 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完饭 大哥开口说道 如云 妹夫名叫陆慈 是正通猴府的下人 猴府出事后变为发卖了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身要去爬的 正是正通猴的床 只是没想到猴府也出事了 难怪陆慈会说又是你 估计他当时在场 我突然有一种杀人灭口的冲动 妹夫啊 你照顾好如云就行 家里的活计不用你干 不 大哥 家里有什么活你带上我 我做得慢些 但好歹也能帮帮忙 也没多少活 就那几亩地 不过咱家那几亩地 还真是极好 地是好地 就是今年的种子还没逐落 没想到柳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又是治病又是买人 家里现在估计就快揭不开锅了 看来得赶紧搞钱 一想到钱 不由想到被气得跑回娘家的嫂子 大哥 你什么时候把嫂子借回家啊 你不用操心这些 没事 妹夫 走 我带你去看看我那几亩宝地 男人们都下地去了 我也回到了房间 突然发现有一团红色火焰闪动了下 我抬起手来 不正是我的医药空间吗 我心中大喜 迫不及待进入了空间 里面各种药物和手术设施齐全 空间 先给我来两颗人参 两盒额椒 二两虫草 请宿主支付986两 卧草 我真的谢谢你了 有没有免费的 有 营养水 那来一打 看来现在真得想办法搞钱 才能动用空间的力量 娘子 我回来了 相公 这么快 我也学着路子的样子 温柔地笑道 不就是扮猪吃老虎吗 谁不会 刚走不远 大哥就让人喊走了 说是大姐喊他去镇上帮忙 大姐柳云信 嫁给了镇上富户 徐家的三代独苗 家有良田几百亩 算是镇上数一数二的人家了 叫大哥过去 多半是大姐想要偷偷给大哥银子 想到银子 我眼前一亮 如果能够把路子的腿置好 凭他的容貌和身材 回本不说 肯定还能赚到钱 到时候还把这变态给解决了 一级两得 路子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 看我眼珠子乱转 肯定没打什么好主意 这个女人实在令人讨厌 她是不是在想着原房的事情 呵呵 想都别想 中午 大哥带回来一袋种子 说是大姐给钱买的 下午 全家男丁们都去地里忙过去了 我就在家里锻炼了起来 得尽早把前世的神力收归几用 次日 一个瘸子一蹦一跳地拉着梨 引来众人围观 谁能想到瘸子还能拉梨呢 没错 这就是家里花了二十两 买来给我冲洗的相公 大家都对路子赞不绝口 我也很惊讶 拉梨不是靠牛的吗 大哥 牛呢 村里不是有牛给各家用的吗 大家都急着用 咱家地也不多 就算了 娘子是心疼我 没事 我有力气 还真是当牛做马 今天妹夫可真的出了大力气 晚上一定好好歇歇 看着满身大汗的瘸子 我不有感叹到 哎 确实是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离坏的田呀 然后我和瘸子便被他们撵回了房间 得想想晚上怎么办 今天可不能装晕倒了 娘子 我出来乍到 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 你尽管说 相公说这话就见外了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相公 要不要早点歇着 我故意做出扭捏造作的样子 眼睛赤裸裸地往他胯下看去 说好的胯下之辱 你还记得吗 禄慈嘴角抽搐了一下 眼里流露出嫌恶之色 相公 你是嫌弃我了吗 没 没有 娘子你想多了 你身体不好 我怕有个好歹 来日方长 那就好 赶紧去找你的方长去吧 老娘可要先睡了 那那就早点歇着吧 我做出恋恋不舍的样子 直接上床睡了 不一会儿 你们就别来摩擦我智商了 娘子 我没有作声 路子走了过来 把什么东西放到我笔下 卧槽 麻药 我连忙平住呼吸 进来 主子 这是一只金钱豹幼崽 谁把他养大 他就认谁为主人 哪里来的 属下从蛮夷进贡的供品里发现的 下次不知当为这些小事去冒险 是 属下今日跟随柳明人去了徐家 听柳云信和他说 不许他去官府办理您和那个女人的婚书 那正好 你就不用管了 你最近也别再来了 我觉得这个柳如云有点邪性 说冲喜冲好了 路子不信 我从前野心勃勃 愚蠢冲动 现在装得乖巧懂事 之后还不知道要装出什么样子 主子 你委屈了 哼 你们够了 能不能换个说辞 来人离开后 我也放心地睡着了 路子躺下 却没什么睡意 我的二十两银子啊 不行 早晚得把路子卖了 赔钱也得卖 要不早晚是拖累 路子知道我在说梦话 顿时面非如铁 好 很好 第二天早上 我被什么东西惊醒 我睁开眼 不正是昨天晚上 安虎说的金钱豹吗 好乖乖 就在这时 路子走了进来 项公跑来一只小野猫 好可爱 我想养着它行吗 当然可以 他出门之前 明明把这小东西 放到香笼里呢 不知道他怎么爬了出来 那我给他起个名字吧 就叫包子 怎么样 包子 包子 路子心里一惊 很好听的名字 项公喜欢就好 包子 走 娘带你去要点羊乳喝 园主真是太废柴了 昨天锻炼了一个时辰 就全身酸痛 腿也疼得厉害 走路的姿势就有点怪异 刚好被院子的娘亲看到 高是不由感叹道 哎 看来这个瘸腿女婿 有点祸呀 接下来的几天相安无事 男人们都在地里干活 我就在家里闭关修炼 在营养水的帮助下 加上人生的神力 感觉比前世还厉害些 次日 我偷偷来到山上 想着凭借前世的野战经验 设个陷阱 逮得野鸡野兔的 应该问题不大 我做好陷阱 然后又去砍了些柴 路上遇到了一些 五颜六色的蘑菇 但是不敢去采 怕直接让全家躺斑斑 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中午 咱们得回家了 要不家里人的着急了 走的时候 我又来到了设陷阱的地方 卧槽 陷阱里竟然有一只野猪 把野猪拖出来才发现 这倒霉的野猪 掉下陷阱的时候 竟然摔断了前腿 砍好的柴火 我也没拿了 直接拖着一百多斤重的野猪 下了山 下山的时候 遇到了村里的张屠夫 见我拖着野猪 死去白赖的非要买 我不知道价格 打算回家找娘亲 估价后再卖 免得吃亏 另一边 陷阱身体不便 柳家人便让他提前从地里回来 他走到房子拐角处 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 不就是断了一条腿吗 又不影响什么 你这个价格太低了 正是我的声音 陷阱想到我昨晚的梦话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二姑娘 真的不少了 二两银子 这也就是平时见得少 我也想卖到城里富贵人家去 所以才被你提了奖 陷阱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他就值二两银子 这简直是他生平所受过的最大耻辱 那行吧 二两就二两 你等等 我进去收拾收拾 不用了 我自己去收拾 嗯 你收拾 我当场愣住 今天也不热啊 这人怎么满脸通红 我收拾 不用你 你行吗 陷阱听到这句话后 脸色越发难看 对了 男人不能说不行 那就有劳相公了 于是我带着陆慈来到照壁后 指着还在苟延残喘的野猪道 麻烦相公给他收拾干净 交给张屠夫吧 啊 陆慈一愣 没想到我指的竟然是野猪 草帅了 没办法 自己装的逼 跪着也得爬完了 傍晚 柳家男人们都回来了 听我捡了头野猪 卖了二两银子后 又欣喜又欣讨 你这身子刚好 怎么不好好些些 让你大哥二哥他们去就行 就是 不过如云运气好 等改天不忙的时候 带你哥哥们也上山去撞撞运气 说不定咱们很快就能赚二十两银子 把错儿给接回来 再给明义娶个媳妇 大嫂的正结 在于那二十两银子带来的希望破灭 大家都很清楚 娘 我不着急 二哥害羞了 二哥害羞了 哪有 饭后 我溜进娘亲的房间 借着撒娇亲近的功夫 偷偷摸了摸娘亲的卖相 娘亲患的是肋风湿性关节炎 只要打一针就能根治 只是那要的价格有点贵 得抓紧搞钱 没错 我来自2866年 那时的生物质迹已经非常成熟了 娘 我刚成亲 想要买些东西 那二两银子我就先留下了 虽然娘亲不是很高兴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揣着二两银子黯然入睡 想着先找到患者 然后用银子去空间兑换药品 给人治病换钱 有了钱 那就更好赚钱了 小二 上大肘子 哼 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就是要吃两个 初喜 你好好做你的丫鬟不要爬床 现在留在周家天天都有猪肘子看 四日了 我正看着剩下的母鸡若有所思 刚好被路过的娘亲看到 你成亲的时候 冲喜冲掉了我的一只下蛋母鸡 现在就剩下三只了 你可别再打主意了 咱家的零花钱都指着从鸡屁股里抠呢 最近天天吃野菜 吃的我是一脸菜色 得搞钱 啃大猪蹄子 凉 我在周家的时候看了一些医书 打住 大夫都是骗人的 如云 我跟你说 家里是穷 但再穷咱们也不能骗人 娘知道你着急找钱 但是咱们得找正道 村里人都不信大夫 就你爹信 说什么子什么 怪什么神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 对对对 可是你看怎么样 娘这么多年并没治好吧 你也是 后来还不是跳大神好了 反正我是不信大夫 我好像找到了一条路子 回头把药掺到浮水里 给患者喝下去 最多多个拉肚子的副作用 但药也喝下去了 对 我柳如云郑重宣布 我在古代的大神之路 不对 跳大神之路就此开始 晚上 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二十两银子 我开口问道 相公 你会写字的吧 那你的字写得好看吗 尚可 嗯 路慈等待着下文 但迟迟没有 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娘子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我也会写 我在想 抄书是不是也是一条稿钱的路子 但得先找到商机 次日 我带着路慈来到了城里 看到繁华的闹市 路由想起了前世白马会所的家禽们 我先带着路慈去了书寺 打听抄书的事 可是人家要求本人在书寺抄写 就像上班那样 还要收一笔不少的押金 路慈顿时感受到 我的目光在他身上打着转 不怀好意 这个女人 不会要把我留下抄书吧 相公 娘子 我很想留下赚钱给你花 可是不管吃住 得找地方住 还得买饭吃 不划算 路慈的眼神 恋恋不舍地看着我 这贤惠卑微的上等女婿的作态 拿捏得真是得心应手 不过他说的倒是实话 从书寺出来 闻着香气四溢的肉包子 我们迈不动了脚步 客观 要不来几个 看这样子就不好吃 走了 最后 我们来到了城里卖药最贵的老字号药房 得人堂 的门口 决定就在这里钓鱼了 就这样 两个时辰过去了 一个穿着绸缎衣上的中年男子 急匆匆地跑进了衣馆 安老啊 您看 我这不是亲自来请您了吗 您就去给孩子看看吧 男子老来得子 孩子才两个月 经常没来由的哭闹不止 大夫已经去看过好几次了 认为没什么问题 小孩哭闹不是很正常的吗 王老板 没看我这里忙着吗 你要是实在不行 回去贴符纸去吧 早就贴了 不好用才来找你啊 听到这里 我心里一笑 财神爷不是来了吗 这位老板 你的符纸一定有问题 所以才不好用 王老板打量了我一番 当他目光落在我脸上的伤疤上时 就有种不敢高声于 恐惊天上人的敬畏 这位仙姑如何称呼 我差点没忍住笑场 没想到回到古代 一下就成了仙女 虽然是老仙女 好说 我娘家姓柳 咱们还是出去借一步说话 好好好 花三五个钱就当积德行善 有些人不要被人当傻子了 哼 谁能给我二治病 我就给谁钱 来到外面 男子拿出伤人精明的一面 一边客气 一边紧闭地说道 柳夫人 不见到成效我不会得钱 那是自然 先带我去看看吧 来 这边请 王老板见路词也跟了上来 对我问道 这位是 我相公 王老板脸上有些迟疑 您相公的腿 我面不改色 大脑飞快地转动起来 然后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我泄露天机太多 老天惩罚我 他心疼我 就替我挡了灾 王老板将信将疑 最终还是相信了我 来到王老板府上 我认真地给孩子检查了一番 这不就是肠胀气吗 只要活动书通肠道即可 药都不用吃 先姑 可有什么法子 我一本正经答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你家祖宗盼你生儿子 盼了太久 所以着急来亲近孩子 把孩子吓到了 那怎么办 我故作高深 叹了口气说道 唉 天机不可泄露 你看我相公的腿 王老板拾去 立刻取出十两银子 放到桌上 先姑 只要您能帮上忙 这十两银子 便是我孝敬您的 感觉滑不来 滑不来 王老板咬咬牙 那二十两 我心里一笑 原来赚钱这么简单 我做出一副 勉为其难的样子 唉 那我就再让相公 受点罪吧 这个女人 不去唱戏 真是浪费了 我握住孩子的两只小脚 往肚子上拳 然后往后拉 嘴里振振有词的念叨 走 走 赶紧走 别小害孩子 如此循环往复了几十次 孩子竟然神奇地不哭了 这是怎么回事 放屁了 没错 只要放屁 那就证明肠道通畅了 俗起了 俗起了 这是孩子被唤醒了自我意识 在对抗亲近他的老祖宗们 鹿子嘴角狂抽 放屁勋走祖宗 你可真敢信口开合 但是无论如何 孩子就是不哭不闹了 我也顺利拿到了二十两银子 再次路过包子铺 突然又感觉 这肉包子看起来挺好吃的样子 像梗 我请你吃肉包子 老板 来二十个肉包子 娘子真的好厉害 想他这辈子 没有拍过谁的马屁 万万没想到 他所有的好话 都说给我这个女人听了 相公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 前几天我做梦 不是梦见自己在金山银山上 而是在肉包子里 我知道 你那嘴 一做梦就没把门的了 不过总熬夜听的话 身体也熬不住 所以他最近听得少了 娘子吃苦了 日后我赚钱了 一定要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烧给我吗 谢谢 不用了 包子端了上来 鹿子狼吞虎咽了起来 很快 十四个肉包子 进了鹿子的肚子 我不用意紧 娘子不喜欢吃吗 说完 鹿子捡起包子 直接摔进了嘴里 之后 我们便去买了些米面 和一条肉 往回走去 走到一个巷子处 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呦 这是谁呀 来人正是周二公子 身边的大丫鬟轻辞 他抬手 除了扶头上的刘金银钗 说道 如云姐姐 这么巧 那真是怎么说来着 原家路窄 这话说得多难听呀 好狗不挡道 你要是再啰嗦 我就不止说得难听了 哼 没想到姐姐那么要脸面的人 现在混得这么惨 再惨 好歹是个人 不像有些人 给人做狗 还做出了优越感来了 你 滚开 这个青瓷 从前就是原生的死对头 两人互掐 菜鸡互拙 因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做周二的银娘 显然是青瓷笑到了最后 娘子 走吧 不知道和这种人生气 嗯 下次出门 记得先看看黄厉 免得遇到疯狗 嗯 你 你嫁人了 想到我才被撵出去几天就嫁了人 相公还一表人才 他忽然妒忌起来 怎么 想随理吗 那也不晚啊 你相公知道 你以前勾引二公子的事情吗 知道你爬贵人的床 才被撵出腹的事情吗 知道啊 可是相公说了 不管我过去做过什么 现在都是他的梁子 说是他手心里的宝 陆子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来 配合地说道 娘子吃过那么多苦 以后我要好好疼爱你才是 哼 凭什么 他柳如云凭什么能有好日子过 相公 咱们走 我们也不再理会 便起身离开 亲自发现 陆子走路一拳一拐 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说呢 原来是个瘸子 柳如云 你终究只能嫁个残废 以为还是从前在周家 我打不得你 尽可以试试 是你嘴硬 还是我巴掌硬 你 娘子 下次让我来 小心手疼 亲自刚倒羞成怒 想骂人 忽然撞到陆子的眼眸 锐利如鹰笋 冷冽如冰河 杀鸡四伏 硬生生把话压了过去 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离开 呸呸呸 真会气 娘子不要生气 和这种人不知道 一个丑八怪 一个瘸子 等着吧 这是没完 另一边 陆子还是忍不住 开口问道 娘子 二公子是谁 我不由一愣 嗯 小样 陆系挺深啊 还真把自己 当成我相公了 周家的二公子 从前我想做他的姨娘 不过是我眼下了 我很坦然 毫不回避 一下把陆子整不会了 相公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那就好 否则你也得忍着 娘子你说什么 嘿嘿嘿 没什么 咱们回家吧 刚到村口 小侄女便迎了上来 哈哈 小秘密 是不是知道 小姑姑给你买好吃的了 小姑姑 祖母让我在这里 等你好久了 嗯 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大姑姑回来了 在家里和祖母吵 嗯 我不由一愣 虽然前身 有些关于大姐的回忆 但是我自从好了之后 还没见过这个记忆中 盛气凌人的大姐 祖母说 让你先别回家 原来 大姐的怒气 是冲着自己来的 大姑姑说 家里的银子 是给二叔娶媳妇的 要二叔把小姑账退了 我忍不住看了陆词一眼 我知道娘子并没有那样的心 也不在乎外人说什么 我有 但是我不敢说 大姑姑说 退不了就卖了 二叔说 买不上架 估计还得倒贴人家二十两 我虽然极力在忍 但最终还是没忍住 开玩笑的 祖母说 让我去哪里躲 小家伙吃惊的看着我 因为在她的记忆中 两个姑姑吵起架来 就像要把屋顶掀翻一样 怎么了 祖母说 小姑姑肯定不会躲 要回去跟大姑姑吵架 让我跟你说完 就赶紧跑回家 偷偷喊我爹出来拦着你 那我现在 还要不要回去告诉我爹呀 祖母有没有说 让你爹 把我带到哪里去躲着 去老宅子 行 那咱们就去老宅子 小姑姑 你真的不去和大姑姑吵架吗 不吵了 走 你跟我去老宅子 我给你买了好吃的糖和点心 如果是前身 肯定要回去炒个天翻地覆 但现在 我这个柳如云已经换了个心 回到老宅子 我拿出糖果给小家伙 祿祿 你回去盯着点 什么时候大姑姑走了 告诉我一声 小家伙接过糖果开心地跑了 路慈打量了四周开口说道 娘子真的打算在这里住下 嗯 与其大姐回来一次 我躲一次 不如收拾收拾这里住下 而且咱们都成亲了 该自立门户了 怎么 相公不愿意 我多听娘子的 行 那就一起收拾吧 另一边 小家伙开开心心拿着糖果跑回了家 刚好被柳云信看到 秘密 你哪里来的糖 嗯 老宅子就在新房子背后 我听到大姐的声音 知道避无可避了 我过去一趟 把话说清楚 我陪你去 我们一前一后回到前院 姐姐这是闹什么 爹娘把你生出来 养那么大 什么好东西不是紧着你先来 是 当初是把你卖了 可是有什么法子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娘去死吗 你说我们对不起你 好 可是后来拿银子去赎你 是不是你自己昧着良心 把银子收下 却又舍不得离开 大姐性子刚烈但不坏 当年娘亲生病 掏空了家底 为了徐家那才理前大姐 15岁就嫁到了徐家 后来实在没办法 就把我给卖了 你看看 你买了个什么东西 爹娘非但得养着你 还得拖拉这个废物 柳如云啊柳如云 柳家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 你要这样来报复柳家 姓 不怪如云 是娘 都是娘拖累了你们 娘 您最大的错就是生了她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当初就应该把她溺死在尿筒里 退了 把人给我退回去 退 退不了 退不了就撵出去 家里还要添张嘴不成 死了之后你还得给买棺材 你媳妇要不要了 姐姐 买都买了 要不先把人留下吧 虽然我也想撵走路慈 但是不敢 不知道路慈在侯府到底是什么角色 侯府到底能不能崛起 路慈肯定是个记仇的 不弄清楚 这些不敢把人随便撵出去 留下 你还想着留下 今日你若非要留下她 那就跟她一起滚 滚出柳家 姓 别那样说你妹妹 你就这么一个妹妹啊 我没有这样的妹妹 姐姐 你听我说 我滚 你给我滚 我走就是 不许走 行 你太过分了 对 我原本也是要搬出去的 只是之前成亲的银子 要还给家里 说话间 我掏出 我掏出二十两银子 放在桌上 忠言大惊 如云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 好孩子 相公给你留着不退 这不正当的事情 我们不能做呀 娘放心 这钱来得很正正当当 接着 我当着全家人的面 把这钱的来历说了出来 你会看是 你这分明就是骗钱 你们放心吧 那王老板的孩子 确实好了 也是提前说好的 虽然这银子来得偶然 却真是我赚来的 不信你们可以问相公 娘子没撒谎 大哥 拿着银子 去把大嫂接回来吧 我本打算成亲后 我就和相公搬出去住 家里先借我点锅碗 瓢瓶和被褥 暂时让我在老屋住着就行 你到底想干什么 姐姐觉得呢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姐姐觉得我搬出去 还不够的话 想要我怎么办 大姐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隐约感觉 我这个妹妹真的变了 梁 我今天买了点猪肉和米面 晚上咱们吃顿饺子 我就先和相公 去收拾房子去了 放下东西后 我们便起身离开了 柳家人见状 也纷纷跟了上来去帮忙 四日一早 大哥便带着孩子和银子 去接大嫂去了 老屋子也在众人的帮忙下 收拾了出来 高氏摸出一块碎银 偷偷塞给了我 要置办的东西多 你拿着 大姐给你的 对 大姐私底下没少补贴娘家 对我的气 也就是对原生的恨铁不成钢 娘 以后还是少要大姐的银子 这样她自己在徐家 怕是要受委屈 您的身体 我想办法 你有办法 如云 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脏东西 我就是说嘛 我这不是病 应该找个神婆看看 昨天的那番话 让高氏肯定了 自家出了个开天眼的 非常相信我的话 我道行还不够 娘 咱们慢慢来 好好好 娘都听你的 晚上 看到坐在炕上的鹿子 我傻了眼 这个家 没床啊 一扑大炕倒是宽敞 我们一人一边 包子睡中间 躺到大炕上 我感觉浑身不舒服 这炕实在太硬了 相公 你觉得硬吗 鹿子没有回答 我问你硬吗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 显然不好回答 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谁傻谁知道 我不再理会 反正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傻子 包子钻进了我的被子里 伸出小爪子 挠我羊羊肉 别闹 别闹 好了 真不要碰我了 我要生气了 好了 该睡了 鹿子拿出了麻药 你带 我成功装死后 鹿子叫道 进来吧 主子其实属下可以再等会儿的 我是那种人吗 我看得上他吗 属下之错 你俩去死吧 说正事 张嬷嬷带信来 说猴爷 猴爷已死 不要再提 童天猴死了 什么猴来着 反正是他们的主子 他死了是不是树倒迷孙散 鹿子他们也没指望了 那鹿子会不会赖着不走 万万不行 在这里 靠脸吃饭不行 绝对不行 钱川这几日应该会到 张嬷嬷让他跟着您 胡闹 绝不接受 一个人吃白饭就算了 还想带人来 哼 做梦 那是偷听我们说话的人找到了吗 属下无能 还没有 继续找 找到之后 斩草除根 宁肯促杀 不能分过 儿子别叫 你想要你娘的命啊 是 主子 这金献豹您养熟了吗 是个傻的 不用管了 那属下他日在为您寻找一只 不必花费心思在这些地方 日后再说 从二人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他们在找什么人 想杀人灭口 感觉鹿子身边强敌围绕 那我这条可怜的小鱼 会不会被殃及 先不管了 继续锻炼身体 次日 我背着背篓上了山 沿途挖了些野菜 然后来到我设陷阱的地方 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子 提了只野兔 胖鸭 这是我下的套 嗯 胖鸭姓刘 今年十五岁 长得又高又壮 家里只有一个体弱的大哥 他便决定自输不嫁 前身和胖鸭 倒是没有交恶 就凭你 就凭我 呃 我也是讲道理的人 你现在做个套 我看看 能做出来 我就承认 好 我立即在胖鸭面前做了套 原来是这样做的 我会了 感觉我才是那只 中了套的兔子 果然还是城里人懂得多 我不白学你的 等以后 我套到第一只猎物送给你 我有点喜欢他这爽朗的性格 连忙说道 不用客气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就回家取绳子 去旁边试试 你放心 我会做记号 和你的分开 说完便一溜烟地跑了 回去之后 我坐在院子里处理野库 路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灵巧的手指和利落的动作 我也没有特意去隐藏 那样太累 娘子真厉害 从前在周家的时候 在厨房待过两年 所以这些都会 这个女人 一看就是拿惯了刀的 处理兔子的手法 又快又准 在厨房待两年 就能练得出来 除非天天杀鸡 前世我在成为 全科医生之前 可是在南科轮值过半年 要不要试试我的手法 就在这时 铁蛋捧着什么东西 跑了过来 直接钻进了路慈怀里 看来路慈的小孩 还挺好的 铁蛋 你拿着什么呢 铁蛋没有回答 只是和路慈 窃窃私语 下午 我来到河边 遇到了正在洗衣服的大嫂 大嫂在家里 是个贤妻良母 孝顺的儿媳 只是对我很凶 不过这是钱身自找的 那不是你那讨人闲的小姑子吗 听说前些天 把你都逼回娘家了 还是你有主意 回娘家 这不就把她撵出门了吗 王翠花 你那嘴有没有把门的 听风就是雨 瞎说什么 可大家都是那么说的 人家说史诗香的 你怎么不去尝尝 挑拨离间 不盼着人好是不是 我回娘家 是因为我娘不舒服 我婆婆人好 让我回去照顾我娘 我小姑子是嫁人了才搬出去 怎么到了你们嘴里 香的也成了臭的了 我不由一笑 这个长嫂 也是个有意思的性情中人 在家里就算闹翻了天 出门也要凝成一股声 不能被外人看笑话 我喜欢 能处 我刚回到院子 只感觉小腹疼痛 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 我操 亲戚来了 娘子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小日子来了 肚子疼 路子一愣 没想到我会如此直言不讳地 说了出来 脸色一下子就跟着猴子屁股一样 那我去喊岳母过来 还是我能做点什么 你去烧点热水吧 我想喝热水 好 我这就去 我爬到炕上 摸到被子里 有个圆滚滚的东西 竟然是个鹅蛋 嗯 相公 这是你放的蛋吗 我很好奇 为什么要放在被褥里 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总不能是这炕下的蛋吧 是铁蛋的 我答应给他保守秘密 我想起铁蛋之前 鬼鬼祟祟的样子 现在有点明白 也有点糊涂 他导播这鹅蛋做什么 他要敷小鸡 鹅蛋敷小鸡 相公 你责任重大 可得尽心尽力看好你的蛋 我脑海里浮现出 鹅子像只老母鸡一样 蹲在蛋上的样子 实在憋不住了 这一笑 剩下又泛滥了 你睡一会儿吧 我要是再不闭嘴 估计他得疯了 一个时辰后 一个男人正在河边 洗染了月室的裤子 惹来身边沈子们的议论 这可是在古代 无疑会上村里的头条 没错 这就是花二十两买来的相公 我出来时便看到鹅子 正在晾晒洗好的裤子 纵然我的脸后三尺 也不禁红了起来 娘子 怎么了 是我哪里不妥当吗 你舒服些了吗 好多了 我的衣裳 以后不用你洗 没事 我有力气 总要找些力所能及的活 不能让娘子把我给卖了 到了晚上 看到被子里的蛋 我又忍不住想笑了 相公 记得你的蛋 你答应了铁蛋的可得做到 小孩子玩闹 只是不忍让他失望 回头如果鹅不是太贵 就给他买一只 我还有几文钱 不知道够不够 你哪来的钱 大哥给我的 大哥说 男人不能没有钱 就把他四方钱分了一半给我 那是多少 五文 你花吧 花了我给你补齐 让你一直保持 男人价值五文钱的尊严 多谢娘子 想到钱 我被我沉默了起来 现在全部家当 就只有一两银子了 得抓紧搞钱 不然吃块肉都得心疼 娘子可是有什么心事 嗯 你白日睡了 总不能现在又困了吧 我在想 明日要不要进城 我身上不舒服 又没有姨妈筋 而且城里可没有什么公厕 很不方便 娘子是担心遇到周府的人 我担心我自己 娘子是还没有放下 天下帽子那么多 你怎么就非得喜欢绿色的 陆词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是我的错 可能心里到底有些吃味了 你吃个屁 你会在意我 你以前的身份 肯定比周二公子贵重多了吧 通天侯府啊 多厉害 是正通侯府 反正是侯府 比周家强多了吧 陆词没有回答 快速把有关我的一切 关联了起来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娘子 不简单 娘子知道我在侯府的身份 坏了坏了 你可千万别说 我不想知道那么多 我想多活两天 知道啊 你不就是被侯府 发卖的吓人吗 不过说来 还是我高攀了 周家可不如侯府 娘子怎么不想 我就是侯爷呢 完了完了 那我做梦 肯定也是先梦见 自己是九天仙女下凡 都是做梦 就做个大的 而且靠自己多好 呵呵 娘子真幽默 我还是有点不舒服 先睡了 三十六计 装死为上 在我成功睡着后 外面的野猫又叫了起来 柳如云会不会是 别人派来的戏作 手下觉得不至于 但是她身上有功夫 确实有点嫌疑 特别是她的刀法 又快又准 看来都是兔子惹的货呀 大意了 次日 鹿子照就吃得很香 看着对面的影帝 我这个影后还得加把油 相公 米刚空了 油也没了 那明日去买 买东西要花钱的 娘子那里不是还有一两多银子吗 混账玩意儿 竟然敢寄予老娘的存款 忘了家庭地位了是不是 我说的不对吗 那花完这些银子呢 原来娘子是在为银子发愁 车到山前必有路 娘子不用过于担心 是有路 绝路呗 娘子 我正好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可以吗 你说 是这样的 我有个儿子 想把他接来 鹿子可是年方二十的黄华归男 他口中的儿子也并非真是他的儿子 那会是他的什么呢 呃 容我想想 我是不是长了一张包子脸 还是对你太好 让你飘了 吃又吃得多 还想带个拖油瓶 之前成家了都不告诉我 真当我是傻白甜 你刚才说什么 我有个儿子 不是 上一句 是这样的 再上一句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可以吗 不可以 我不舒服 先回去歇着了 你把碗筷刷了 接下来的几日相安无事 陆子也没再提起此事 凡人的亲戚总算走了 我决定进程再去碰碰运气 刚出门就遇到胖鸭提着一只兔子来了 之前和你说好的 第一只猎物送给你 谢谢你教了我 不必 拿着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没想到你竟然肯教我 这是给你的谢礼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看着胖鸭诚恳的态度 我也只能笑纳了 我们算朋友了吧 嗯 那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银子 看来我真的好好反思反思了 平时到底是怎样表现的 为什么一个二个都觉得我是傻子 不能 我猜你肯定也没什么银子 毕竟才刚搬出来 没关系 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对我来说 男人能借 就是不能借银子 哈哈 你这说法好 咱俩果然是朋友 男人那玩意 我也不稀罕 要不我干嘛自输不嫁 我你妈 这躺着也能中枪 其实我有银子 我攒了好几串私房钱呢 这么厉害 你这是考验朋友呢 没看出来呀 还挺有心眼的 还行吧 本来有二两的 但后来都偷偷给我外祖母花了 她腿疼 看大夫总也看不好 我想着借点钱去县城给她看看 有钱底弃足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眼前不就有个撒话佗吗 这个说不定我能看 但我今日忙着进城 改天有空带着你外祖母来找我 真的 不敢肯定 我是说可能 那也行 谢了 烫鸭高兴的走了 娘子身通阴阳 真是好生厉害 一般一般 不急相公 论阳奉英维 你可是老阴阳师了 娘子真不要我陪你去城里 不用 相公腿脚不便 还是留在家里好 我不由看向露茨的腿 只感觉他这腿瘸得有点蹊跷 不过他哪条腿瘸了 好像都与我无关 进城之后 我先来到王老板家里 了解了一下孩子的情况 顺便请他帮忙宣传宣传 然后来到热闹的大街 人来人往 只可惜找不到银子 赚钱太难了 来到茶楼外 却吃到了一个惊天大瓜 听说那阵同侯 不好交额 却喜男人 太子良帝为此忧心忡忡 卧曹 我突然觉得自己知道 陆子在侯府是什么角色了 难道他是侯爷的枕边人 那他的儿子是哪里来的 难道是他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偷偷在外面和别人生的 刹那间 我脑洞大开 各种狗血的想法应有尽有 对了 太子妃怎么了 侯爷和太子良帝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还不知道 看来桂圈真的很乱 我来到城里的妇人区 说不定能碰碰运气 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婆空声 卧槽 有暗器 我低头一看 原来是个鸡毛剑子 对不住 对不住这位姑娘 你的脸 脸上的伤疤 原本就触目惊心 现在脸颊又被擦得通红 尾时有几分吓人 不哭不哭 没事 老奴在 小竹子不怕 原来 几个丫鬟带着孩子在外面踢剑子 把剑子踢到我脸上来了 人家都道歉了 我还能说什么 下次小心点 婆子怀里的孩子又哭了起来 不过他哭的时候 不像别的孩子 只紧紧攥着婆子的衣裳 怯怯地看着我眼泪滚滚而下 看起来挺招人疼的 别哭 我没事 下次小心点就是了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孩子 长得挺好看的 和陆茨一样 都是贱眉心目 倒有几分相似 我笑笑说道 不过就算是不小心 你是不是也在跟我说句什么呀 这位姑娘 请不要吓到我们小主子 我立刻感受到了 来自高手的压力 这个丫鬟 身手不错 没想到小小县城也握虎藏龙 姑娘 你的脸没事吧 翠薇 给这位姑娘压压惊 实在对不住了 我还没明白怎么被压压惊 手里就被这个丫鬟塞进了一块银子 估摸着有二三两 哇 要不让小公子再踢一次 不然这么多银子 我拿着不安心 姑娘还是早点离开吧 要不我们小主子会害怕的 收人这么多银子 我总觉得心里有愧 不由多问了一句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 似乎有点未开支 没什么 挺好的 您留步 我无意窥探福利隐私 只是觉得 或许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 请问姑娘是哪家的 做什么的 我是给人看似的 那慢走不送 说完 便抱着孩子离开了 有意思 回到古代 竟然还能遇到无神论者 我没再理会 也转身离开 姑娘请留步 正是刚才那个叫脆薇的丫鬟 去而复返 完了完了 她该不会要把银子 要回去吧 姑娘 刚才多有得罪了 没事 没事 只要别把银子要回去就行 又找姑娘 是想问您刚才说的事情 说话间 翠薇又拿出银子递了过来 我虽爱财 但得取之有道 翠薇姑娘 我的意思是 可以给小公子看看 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我家小主子 自出生就听不见声音 天生耳聋的孩子 心智发育也跟不上 因为没有输入 难有输出 这就有点棘手了 可以通过植入人工耳窝 但是需要手术 而且价格恐怕也是天价 锦衣面支援 人家也不可能冒险 姑娘能否帮忙看看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她的母亲 是极好极好的人 这和人好不好 有什么关系呢 上天要让谁难过 还需要理由吗 这个我怕是帮不上忙 不过她这般应该不会说话 你们可以尝试 让她看你们的嘴型 慢慢教 还有 以后也别相信什么神婆了 没用的 碎为一愣 我不就自称神婆吗 如此 就多谢姑娘了 回到家 看见路慈正在门口等我 娘子 你的脸怎么了 拿脸赚钱去了 别说笑了 疼吗 不疼 被别人踢剑子踢到了脸上 结果给了我二两七千银子 我去岳父那里 要点药油来 不用 不疼吗 想想 二两银子就不疼了 相公觉得值不值 下次让我去 那可不行 相公这张脸 倾国倾城 我可舍不得 倾国倾城 可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 我低下头 发现路慈身后跟了一只黄不拉几的小鸭子 这是相公敷出来的 大鹅 他今日自己就破壳而出了 可喜可贺 路慈一点也不知道哪里可喜可贺了 我把他送去给铁蛋 他不肯留下 像杀了他下锅一样 无奈只能带了回来 挺好 半年后来个铁锅炖大鹅 吃饭的时候 路慈开口说道 娘子的脸还疼吗 怎么 你还想补一巴掌 有点疼 但是银子也很香 家里很缺银子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要是有银子 能拿脸换钱 还这么高兴 我到时候就直接拿银子 砸别人的脸上 主要是你吃的有点多 我养起来有点费力 可惜我腿脚不好 不能帮娘子分担 你不提这茶 我还没那么生气 你腿脚到底好不好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跟谁装呢 前几日我和娘子提过 想把孩子接到身边来 相公的意思是 我养婚你吃力 再来一个我就能省力些呗 请问你儿子多大了 让我想想 今年四岁了 喂 大男 连儿子的年龄都得反应半天 我能养的 只有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 别人都不行 这孩子坐拥很多财产 非但自己衣食无忧 还可以养活我们二人 你都被流放了 你儿子怎么还能带着财产 全身而退 陆子没有马上回答 似乎在思考什么 我要听实话 你说一次谎 以后就得用许多谎来圆 我虽然笨 但迟早也能发现 他外加的钱 我不由一警 合着陆子 这是带着后面的妻子 去吃前妻的软饭 那你的男子愿意 你就是我娘子 你原配 没有原配 我愣了一下 是因为原配没了 孩子带着东西来投奔我嘛 也不对 既然他有钱 为什么还要卖身呢 他们可以给你熟身啊 给我二十两 你自由了 我也有钱了 皆大欢喜 娘子怎么能这般向我离开呢 我们既然已经成亲 贫富都不能让我改变初衷 求求你改了吧 咱们瞎凑合什么呢 完全不是一路人 我只是想把他接来放在我的眼皮底下 至于其他的事情 都不用娘子操心 我们每月吃喝由他来管 不行 我不想占便宜 也不想解入你们的事情之中 如果他在村里安家 你可以随时去看他 但我不参与 那就再说吧 说来也奇怪 晚上做梦的时候 居然梦见白日里看见的小孩 来找路慈 你是来给你爹熟身的吧 不是 家里穷 熟不及 我是来陪着我爹的 卧槽 原来是来吃白食的 没关系 不用熟身银子 不耽误你们父子团圆了 快走吧 那不行 我还没有回报娘子 不能一走老之 你什么都没有 怎么回报我 总不能是以身相许吧 未尝不可 别人用过的男人我不稀罕 四日早上 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在练功夫 娘子 如果右手变成长拳 是不是更好一些 相公 你也会功夫 你功夫怎么样 尚可 其实我对古代的功夫 并没什么概念 相公 我听说有的人一下就能跳到墙上 甚至是屋顶 真有这么厉害吗 那不算厉害 只是寻常而已 原来 轻功真的存在 那相公 你会吗 之前可以 不过现在 陆茨低头看着自己的左腿 有些黯然 装吧 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那相公 能教我吗 可以 什么时候 随时 要不就现在 遵命 娘子 屋里请 嗯 休息内功 我们习惯在床上 我忽然怀疑起来 这次到底是认真的 还是在调戏自己 咱们在炕上试试 试试就试试 谁怕谁 我盘膝坐到炕上 陆茨也把门窗紧闭 大白天的为什么要关门 内功心法都是不外传的 隔墙有耳 那交给我 算内传 夫妻本一提 提你个大头鬼 娘子 把衣裳脱了 脱了外肠就行 一会儿会很热 我将信将疑的 把外套脱了下来 按照路磁胶的方法 吐纳了起来 很快 一个时辰过去了 感觉并没什么卵用 像梗 没什么感觉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娘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多试试 合着这玩意儿 还得日久生情呗 如云 如云 你在家吗 外面忽然传来胖鸭的声音 在 在呢 我连声答应 连忙从炕上下来 一边系着袋子 一边出门 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 我一下反应了过来 大白天 门窗紧闭 两个人在屋里 自己又系着衣裳出来 要是真的干点什么就算了 问题是什么都没做 是不是时候你都来了 进来吧 我给胖鸭的外祖母 把了把脉 然后又检查了一下腿 小毛病 你等等我 借口上茅厕来到了空间 买了药顺便要了清单 总不可能每次都传送进来 询问价格 三串钱有吗 胖鸭点了点头 从怀里掏出三串钱 你先回去 我晚上做法 明天把东西送给你 给你外祖母服下就好了 真的 肯定是真的 相信我 嗯 胖鸭带着外祖母 开心地走了 路慈则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这个女人 之前会看事 现在又会看病了 她到底还有多少事 我不知道的 路慈心中 忽然生出几分期待来 娘子要如何做法 天机不可泄露 我似笑非笑地 看了看她那条断腿 我都是为了相公好 所以还是不告诉你了 那晚上买点肉给娘子不补 四日一早 我便买一碗掺了药的白水 给了胖鸭 胖鸭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去了 娘子 你拿水 做过法了 什么时候 做梦的时候 妥妥地江湖骗子 来到屋里 我拿出帆子 让路慈把我的招牌写出来 娘子想写什么 嗯 九天仙女下凡尘 一不小心 居然把真心话说了出来 放真 当然是假的 我还没想好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路慈思索片刻 就写包纸摆病吧 嗯 这个好 非常棒 新一的我就是大夫 不新一的我就是神婆 反正最终目的就是治病 相公 你行啊 没想到路慈的字银勾铁花 风骨铮铮 但用在我这个江湖骗子的帆子上 有种得不配位的自残行贿 我迫不及待地拿着帆子 进城去试试运气 这次 我不要靠脸靠运气 我要靠实力 我没想到的是 出师未竭 先引来了长蛇腹 二丫头 你这帆子上写的什么呀 这是要去做什么买卖 王室背地里 可没少说我坏话 说我是丑女 路慈是瘸子 两人正好相配 王审 写的是包纸摆病 明哥你家谁病了来找我 我给你便宜点算 要是多病几个 我再给你便宜点 嗯 你 我这不是听说 您爱占便宜吗 给您点便宜 让您高兴吗 哼 谁说的 还包纸摆病 也不扎抛尿 看看自己的德性 谁瞎了眼才找你看病 话音刚落 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几个妇人纷纷让开 村里极少见到马车 能拥有马车的人家 都是非福即贵 来人正是王老板 我的娘呀 柳夫人 总算找到你了 王老板找我 这是 有急事 柳夫人 借一步说话 原来 王老板认识当地县城孟怀 孟怀却换了难言之隐 本来不该跟您说这些的 但是实在是提他着急 他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 昨天喝酒才提起来 我不太想接这样的货 因为这里是古代 男女有别 那 是不是该找大夫 大夫都找遍了 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之前明明好好的 忽然之间就 所以我想着 是不是犯了什么邪罪 才想到了贤姑 之前好好的 说明不是先天性的 无非就是某种突发的疾病引起的 可是 贤姑放心 只要您能帮上忙 银子不是问题 我贪财难道写在脸上了吗 我是想说男女受受不侵 这件事情 我得和相公商量一下 您稍等 我来到陆慈身边 低声说道 你说我要多少银子合适 二百两还是一百两 陆慈又问 本以为他要问自己是否同意 没想到我开口就是银子 想不出来吗 比方这是落在你身上 你愿意掏多少钱 陆慈无虞 难道不小心戳到他的废管子了 算了 不问了 你就当我没问过 我刚转身 便被陆慈拉住了袖子 五百两 要说狠 还得是男人 但怎么开口呢 陆慈似读心有术一样 开口说道 价格我跟他谈 你在这里等着 嗯 今晚给你做小酥肉吃 人还没见到 你确定能解决 能 好 陆慈也想看看我这个会医术的神婆 到底有多大门来 我跟你说 好说好说 只要能治好 银子不是问题 五百两不多 不多 那我明天再来接仙姑 说话间 王老板拿出五十两银子递了过来 轻声说道 定治不治的好 暂且不说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守秘密 这五十两是定金 如果治不好 就当我今天没来过 县城 那可是王老板的大靠山 关系到他以后的生意 您放心 告辞 看着手里的五十两巨款 我开心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娘子这是志在彼得 当然 手道起来 相公可以走着瞧 陆慈也想走着瞧瞧 心里盘算了起来 你笑什么 能成为你的相公 觉得很荣幸 挺上道啊 晚上 外面的野猫又叫了起来 柳如云那是查得怎么样了 回主子并没有什么异常 就是一个普通的丫鬟 犯了错之后被撵出府里 那他和周二的关系呢 你还真在乎啊 我都没说你有个儿子呢 府里没有关于两人的传言 就算有些来往可能也是私下的 属下只查出他爬床的事 似乎得到了周二的受益 怎么说 他被撵走的时候自己说的 不过没人信 为什么没人信 周二名声不错 他确实有名的掐肩要强 人缘不好 没错 周二的名声岂止不错 那简直就是中央空调 府里每个女人他温暖不到 前身确实有点傻 对周二骗得团团转 多半是真的 主子属下去见了小主子 他怎么样 还是从前那般光景 没有很难过的样子 也好 好好照顾他 主子 夫人擅长给人看事 是不是也能给小主子看看 嗯 看什么 你是不是也听人说观音奴命运 属下不敢 休要再提此事 是 他的那些手段 在我没看明白之前 不会用观音奴冒险的 我明日跟他一起进城 看看他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原来鹿子的儿子叫观音奴啊 这个名字真奇怪 之前让你查偷听我们说话的人查到了吗 村里的人比较多 属下的一个个查 而且隐蔽形式 所以进展有点慢 请主子降罪 不怪你 2月2那日汉市出门的人 确实也不容易查 这里又没有监控 还得旁敲侧击打听 肯定不容易 等等 2月2 汉市 我大脑顿时当机 我那日回家 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 听到里面有动静 刚想靠近便没发现 我赶紧躲了起来 怎么感觉鹿子和安虎 可能就是那两个人 如果这样的话 自己岂不就是他们杀人灭口的对象 突然觉得自己的脑袋 有点轻飘飘的 要随风而去了 如果真的听到什么也就算了 问题是什么都没听到啊 不行 要在被鹿子发现弄死之前 把他弄死 次日我不动声色 直到马车到了的时候 我忽然惊呼一声 哎呀 不好 娘子 怎么了 今日我答应给胖牙的外祖母再看看 他找不到我一定很着急 相公你就在家里等他 我走了 说完 我跳上马车 催促车夫一溜烟的平了 我跟着王老板 像做贼一样 进了一家客栈 在里面见到了孟怀 我和孟怀都因为对方的年龄感到惊讶 年纪轻轻就不行了 有点惨 这么年轻 能有什么道行 该不会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别的房中术 可这张脸实在提不起兴趣 你对这天仙也提不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请务必有点逼数 先把把脉 还要把脉 我看事就是这个规矩 你可以看 或者不看 孟大人 试试 试试 孟怀还是把手伸了出来 我给他把过脉后 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对应的药来 使两银子就够了 请问仙姑 可看出原因了 我装个作样的点点头 便开始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是祖宗对孟大人有所不满 祖宗 又是祖宗 咱们这些祖宗光是香火 不知道帮忙不说 还进来添乱 祖宗对我不满 孟大人想想 您祭祖的时候 虔诚吗 虔诚 我沐浴焚香 提前几日不尽女色 不沾昏腥 比大部分人都虔诚 诶 竟然还真遇到一个认真的憨货了 小场面 hold住 这些话 孟大人不必对我说 您回去之后自己反省便是 没错 就算没有问题 多想想就想出问题来了 这 那按照仙姑的意思 只要重新虔诚地祭拜祖先 孟大人的身体就能好了 这是根源 当然还得我这个中间人去帮忙 和孟家祖宗说和 也听他们抱怨 然后等做完法事 我会给孟大人一碗浮水 分三天喝下去 然后就好了 主要看态度 孟怀虽然将信将疑 但潜力即求 实在无计可施了 在王老板的劝说下 还是决定试试 仙姑 什么时候可以做法 现在就可以 孟怀心中高兴 毕竟没有拖延时间 直接就能上手 对我的信任也增加了几分 那什么时候能有效果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是是是 仙姑说的对 只是这件事情 终究让人着急 所以还请仙姑 我需要做七场法事 这个数字 我可是在心里 权衡了一番才爆出来的 太少了 显得人家五百两银子不值 太多了 一来懒 二来怕露出破绽 今晚孟大人就可以试试 不管说立刻恢复从前那般 但是也能让您知道 这银子不是白花的 说几银子 我想问一下仙姑 七场法事下来 需要多少银子 五两银子 之前我和仙姑 早就说定了价格 孟大人不用为银钱发愁 说话间 王老板止不住地 给我使眼色 这行贿的手段 实在是高啊 真不便宜 但毕竟是难言之隐 倘若真的能治好 我也只能 节衣缩食出这笔银子了 我倒是有心帮您出 但是想起您清正的名声 便还是作罢了 您说您 我和您认识多少年了 您真是一文钱的便宜 都不会占 做人真是这个 不用你出 我收了你银子 心里还能有公正可言吗 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这俩人 一看就是狼狈为奸 却偏偏一个爱拍马屁 一个享受着恭维 那仙姑 还请你早点做法 我们来到 事先准备好的地方 我也开始做法事了 我把符水给孟怀喝下 不知是他的错觉 还是真有点感觉了 孟怀留下二两银子后 便先行低调离开了 有劳仙姑了 王老板 我们说好的银子 放心 只要有用 接下来每次我付你五十两 最后把剩下的补齐 可以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我知道 我今日是给您表兄看病 我连贫惜弱 只收了五两银子 仙姑前程五两 揣着剩下的四十多两银子 我有点飘了 不仅要买点好吃的 还打算扯点步 回去做新衣裳 我刚要进布庄 忽然被人拉住了袖子 是你啊 正是上次被我吓到的小公子 是你啊 小公子对我笑了笑 把握紧的拳头伸到我面前 展开 里面是一块已经融化了的糖 姑娘 上次伤到你 小公子一直记着 虽然他不会说 但是他这几天一直在等你 没想到今日出门竟遇到 找我 是为了道歉 嗯 虽然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但是心地善良 完了完了 感觉我的圣母心要开始萌芽了 可是穷成这样 还是得先独善其身 别的不说 就这富贵小公子身边的配置 就是让人侧目的存在 绝对不是一般人家 姑娘 小公子很喜欢您 我请您喝杯茶 替小公子表示一下歉意如何 伸手不打笑脸人 而且这孩子一直盯着自己 十分关切 更是没办法拒绝 来到茶社 这翠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像竹筒捣豆子似的 噼里啪啦说很多 原来 小公子是来寻亲的 找爹 没找到吗 人确定是在灵州吗 灵州就这么大点地方 怎么能找不到呢 人是找到了 只是 难道人不在了 不 人没事 就是他已经娶亲 继母不容小公子 所以暂时不能同住 这种男人 还不如死了算了 自己的骨肉都不认 还叫男人吗 那女人拿捏成这样 是非都不分 还算男人 简直猪狗不如 我唾沫横飞 把这个男人骂得狗血淋口 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什么苦衷 也不能不管孩子啊 多谢姑娘仗义之言 那就没有其他人管他了吗 现在没有了 看来这个男人很有钱或者有权 即使是抛弃的儿子 也还能保持这样优渥的生活 和您说这些 让您也跟着烦恼 我倒是没事 我低头看向小公子 有些害羞 俊俏的脸蛋和录词有得已比 不行 不能再待下去了 圣母死得快 顾好自己最要紧 时候不早了 翠薇姑娘 我先告辞了 我送送你 来到外面 翠薇姑娘留步 小心 观音奴不怕 不怕 观音奴 我顿时裂开 翠薇说 这孩子来投奔亲生父亲 继母不容 路子说 他儿子来找他 带着外家的钱 大家一起吃软饭 原来我就是故事里 不接纳妓子的恶毒后母 小丑竟是自己 翠薇看到我震惊的神色解释道 小公子虽然听不到 但是我们着急 往往就忍不住和他说话 哦 观音奴这个名字是偷听来的 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是有意接近 还是巧合 他妈给巧合开门 巧合到家了 我一时想不明白 只能匆匆告辞离开 买了东西 我一路神游回了家 拿这块海棠红的布料说 要给路子做个抹胸 娘子确定 要给我做抹胸 哦 是啊 嗯 我一下回过了神 我都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不需要 但是娘子确实有需求的话 毕竟只有你我两人 我也可以免为其难 我看着路子的眼睛 和观音奴真是像极了 基本可以确定他 就是路子口中的儿子 没想到竟然那么可怜 你以为布不要钱啊 你要是能不穿 我衣裳都舍不得给你做 还抹胸呢 浪费是不是 娘子 体面 体面 毕竟现在还是白天 不知道路子是故意的 还是现在混熟了 想调戏自己 休想 你这个带着拖油瓶的二手货 不 不知道是几手货了 我现在觉得 喜欢那个拖油瓶了 就是有这么的爹很烦人 要是个孤儿就好了 或许圣母新发作 连回家想办法赚钱 给他治耳朵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每次隔一日便进城给孟怀做法 成功地把孟怀 给做的龙惊虎猛 重振雄风 我也顺利拿到了500两银子 从客栈出来 就看到了在客栈门口 等我的观音炉 和前几次一样 手里拿着一块已经融化了的糖 柳姑娘 小公子可能认为 你脸上的伤疤 是他导致的 所以 其实我也有想过 把脸上的疤治好 可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对外无法解释 二来原生这脸蛋 确实太好看了 如果没有伤疤遮眼 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事情来 能不能让他 别在这客栈门口等我了 我以后不来了 我也说不动 您不用管 让他来吧 多来几次 多失望几次 他可能就放弃了 可是一直不放弃 怎么办呢 看着这个孩子 真是让人心疼 好吧 陆慈你赢了 我接受了 晚上 想起观音炉的事 也没有睡意 娘子还没睡 嗯 有心事 我想要你 不行 娘子 我 我心有约而立不足 你脑子里装的 都是什么黄色废料 我稀罕你啊 你算老几 我那是同情你儿子 想要你儿子来 我之前伤了根本 所以娘子所求 我真的不能为力 你行不行 我自然是知道的 这个男人 还在为谁守身如玉吗 娘子这个也能看出来 不是看出来的 而是守着我这样 年轻的女人在身边 你从来都不动我 不是不行 又是什么 就算嫌弃我的脸 吹了灯不是一样的吗 陆慈沉默了两久 娘子 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放心 我不能把这件事情 到处宣扬 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 娘子想知道 我过去的事情吗 不 我不想 但是如果有你儿子 那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听一下 如果我能知道 那你就说 如果不能 我也不勉强 我有求于娘子 自然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清楚 你别勉强 我出自镇通侯府 侯府出世之后 即使我被发卖为奴 我的仇家也不想放过我 至今也有人 想要盯着我 陆慈的话 让我瞬间清醒 那岂不是连我都 嗯 不过他们还没来 只是在路上 那相公打算怎么办 示弱 只要我过得不好 看在他们眼里 受尽屈辱 生不如死 他们就能放松警惕 这就是你为什么 每次都要强撑着 去地里当牛坐马 回家之后 还要顶着众人一样的目光 非要白天去洗衣裳 虽说我想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不想做个废物 但是也确实有这个目的在 没事 你可以继续保持 过几日 应该会有人来到家里 暗中打探 我在这里的情况 需要我配合什么 小皮鞭 蜡烛 娘子不用对我太好 否则那些人会不安心的 行 到时候再说 相公在侯府 是很重要的人物吧 是 怪不得你娶妻 也娶高门 嗯 我台阶 这都送到了你脚下了 你还矫情什么 快提你儿子啊 可陆子始终没提 我还是忍不住了 你上次不是说 你有个儿子 要来投奔你吗 嗯 不过娘子 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你还是亲爹吗 那娘子的意思是 先把人借来我看看 住几日 你反正也不会久留 回头一起走吧 我完全是看待 观音奴的份上 甚至是想去附留子 还是算了吧 嗯 我儿子观音奴 自出生就听不见声音 所以心智未开 他来的话 要带着照顾他的人一起来 家里住不下 陆子这次倒是说了实话 听不见声音 那或许是犯了什么忌讳 也说不定 把人带来我给看看 说不定就能找到正洁 开了心智呢 娘子 其实我不信那些的 你到底是不是亲爹啊 对亲生父母而言 哪怕只有微末的希望 也要试一试 是吗 陆子沉默了 似乎在思考什么 当然了 那我再考虑考虑 这还矫情上了 胖鸭半夜三更 拖开了我家门 应该是有什么急事 怎么了 你姐姐在我家 嗯 半夜三更 姐姐去胖鸭家做什么 就是有什么事情 也带回娘家呀 我出来解手的时候 好像听见有人在哭 结果就看你姐在村口站着 像鬼似的差点把我吓死 她看见我就要跑 被我抓住了 我看她的脸 好像被人打了 就要拉着她回你家 结果她说什么都不肯 说要回镇上 我心里顿时有了猜测 多半是在婆家受了委屈 所以半夜回娘家 但又怕家里人担心 不敢回家门 我姐姐呢 在我家里 我答应把她藏我房间 不让家人知道 她才答应进屋坐会 然后我说要解手 便偷偷跑来找你 我跟你去看看 相公 你去喊我爹娘 这件事 我一人做不了主 如果大姐真被欺负了 还得全家动员 去给她讨回公道 好在赚了五百两名字 这是让大姐 不用再被婆家 拿捏的底气 来到胖鸭家里 去扑了空 大姐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了 大哥带着两个弟弟 追了出去 还是无功而返 云姓这丫头 真是倔死了 不行 明天咱们还得去一趟 不能让大姐受委屈 这孩子生性要强 是被逼到了什么程度 才大半夜的回娘家 我早就该想到 这孩子报喜不报忧 这么多年 又没给徐家 添个一儿半女的 日子如何能过得好 娘 现在哭也没有用 咱们得有个章程 如果真是徐家人 打了大姐该怎么办 闹得最终目的是什么 这些事情 都得提前商量好了 免得好心办了坏事 对 如云说的对 咱们得有个章程 然后再去徐家 肯定得要他们 给云姓赔礼道歉 以后不再犯了 要真是大妹夫动的手 你们兄弟几个 得把他揍一顿 给云姓出气 你们先在家等着 我这就去徐家守着 先弄清楚 怎么回事再回来 接你们一起去 我跟你一起 自日一早 二人赶了回来 二姐 是徐光良 那个王八蛋塔的大姐 徐光良 正是大姐的相公 我最受不了 这种下头的男人 当即怒道 那什么时候 去给大姐称妖 古代出嫁夫人的兄弟 不就这点用处吗 被男人欺负 得要兄弟出面称妖 听说大姐的婆婆 昨日让人把大姐 撵到院子外跪着 说 说什么 说大姐补贴娘家 徐光良便追出来打她 我紧紧咬住嘴唇 这是真的 大姐确实一直在 偷偷补贴娘家 这也是为什么 即使知道她被打了 全家人也没有底气 去帮她撑腰 人穷之短 我让大姐回家 她还骗我说没那回事 可是镇上的人都在说 这世上最难治的 就是穷病 一旦染上 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还有一件事情 徐家给徐光良 买了个妾 这会儿都要生了 大姐一直没告诉我们 闹起来 也是因为徐老夫人说 姐姐要害他们家断香火 要谋害那个 小妾肚子里的孩子 大姐嫁过去多年无孕 这也是全家的心病 她买妾传宗接代 咱们说不出什么 可是他们家 不能这么欺负云姓了 这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呀 不管怎么说 咱们确实花了徐家的钱 大嫂 这些年你在管家 有没有算过 咱们花了大姐多少银子 每年零零岁岁 补贴十两是有的 那七年就是七十两 差不多吧 好 爹 娘 咱们确实理亏 一码归一码 先把银子还上 然后要徐家给个说法 再看看姐姐的意思 还能不能过下去 过不了就合离 那怎么行 合离是要被人戳一辈子 挤两骨的 且先去看看大姐再说 唉 这钱拿什么还 怪我 都怪我 是我拖累了云姓 大姐每次回娘家 都是报喜不报留 家里人就真的以为 她在徐家过得很好 而且 徐光良每次来柳家的时候 也人模狗样 对长辈也尊重 谁能想到 她现在还打人呢 狗男人 有奶就是男子 有什么脑子 有了新人 自然看糟糠期 百般不顺眼 可家里等着她送钱 不送钱 亲娘就要死 除了人 她还有第二条路选吗 你们等等 我先回去取点东西 说完 我便回家 取了一百两银子来 这一百两银子 算是给大姐的嫁妆 希望成为她日后的底气 如果大姐不想忍 那这一百两银子 就是现在的底气 如云 你这是 带着吧 倘若姐姐是因为银子 受了委屈 那就不给她 如云 你这钱 是不是跟周家的人借的 你不能再和他们 有来往了 不是 我帮人看事的酬劳 真的 一百两银子 他们想都不敢想 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先去看姐姐 银子是正经的路子来的 相公跟着我一起去的 是的 男子很能干 那也不能动你的银子啊 就是真要银子 也是家里出 你们都分出去了 娘亲忐忑地看向路子 怕她生气 无碍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岳母不必客气 娘亲看着路子 充满了感激 娘 您别再用看亲儿子的眼神 看路子了 我会嫉妒的 爹 娘 我跟着去吗 我真的不确定 大姐想不想见到我 要是姑爷不介意的话 就一起去吧 能赚钱有本事的 就是家里的主心骨 赶着让我跟着去 好像有了某种精神支柱 一起去吧 姐妹之间更容易说话 于是 一家十口人 外家一只鲍 一只鹅 浩浩荡荡向周家出发了 我们一家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周家 但不管怎么劝 大姐也不肯回娘家 你们别听风就是雨的 我和相公很好 婆婆对我也好 快回家吧 闹这么大 回头别人怎么想 爹知道这个女儿爱惜脸面 只能无奈道 你娘想你 回家陪你娘两天行不行 家里忙着 一日也离不开我 过几日忙完了 我再回去 眼见几个男人束手无策 鹿茨开了口 姐姐 我们来了这么久 是不是该去见见家里长辈 姐夫也不在家吗 不用 忙 都忙 你们快回家吧 什么事也没有 姐姐说脸上是碰的 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大姐连忙提了提袖子 没 没有 没有就好 是我看错了 鹿茨功成身退 退后两步不说话了 长辈不出面 男人不出面 身上还带着伤 这处境还需要说什么吗 大姐 跟我回家 你今天要是不走 我也赖你家不走了 徐光良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滚出来受死了 你是来闹事的吗 我就是来闹事的 我给我大姐抽气 吵什么吵 老夫人说了 我们贵姨娘正怀着小少爷 不能有闪失 知道的 明白你们上门打秋风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好丧呢 大姐二话不说 上前直接给了婆子两个耳光 在娘家人面前 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很委屈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我面前摇五喝六的 我是老夫人跟前的人 他忽然不受控制地跪倒在柳云杏面前 陆子面色淡淡 丝毫看不出来他刚才动的手紧 反了你了 小仓妇 连我的人都敢打 就在这时 徐老夫人带了丫鬟走了过来 当初要不是你费尽心机勾引上我儿子 能进我徐家的门吗 光吃不下蛋的东西 天天锦衣玉石供着你 你还往娘家偷 要你干什么 桂花怀孕了 你还害她捕肉 你说你该打不该打 今日你爹你兄弟都在 让他们赶紧把你领回去 你这样的媳妇 我们徐家不要也罢 娘 您不要这么说 我 姐姐 回家吧 徐老夫人都答应让你回娘家了 咱们先回去再说 你 你怎么进来的 徐老夫人这才注意到我 怒气冲冲说道 谁放这个丑八怪进来的 丢人现眼的脏东西 也赶进我徐家 看来 自己的丰功伟绩 徐家也有所耳闻了 老夫人 她就是柳家那个爬床 被碾回家的柳如云吗 对 你们柳家的好女儿 一个两个 都是爬床的货色 还好意思说什么 读书人家 要是我 早骚得一头撞死了 娘 你骂我 怎么骂都行 可是不能骂我娘家人 您口口声声说 我补贴娘家人 不就是前些日子 我给家里一点种子吗 我的错 我认 人穷至短 说话间 大姐就要给徐老夫人跪下 却被我一把拉住 姐姐 你松开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走 你们都给我走 路慈见状 连忙把装了银子的包袱递了过来 娘子 你带来的买种子的钱 如果不是战况激烈 我都想给路慈鼓掌了 她提醒了 种子是买的 不是补贴娘家的 看徐老夫人还能说什么 姐姐 这是一百两银子 给你佛家买种子的银子后 剩下的留着你零花 免得有人狗眼看人低 什么阿貌阿狗 都能爬到你头上来 你 你哪里来的银子 我赚的 以后我也能赚 当年你为了彩礼 就交给我了 今日你要是说 你在徐家跟那个 不敢露头的缩头乌龟 过得很好 那我二话不说 现在就走 但是姐姐 你想好了 当着我们的面 就能这般骂你的婆婆 爬到你头上的小妾 缩头乌龟的相公 不考虑娘家 这日子你还要过吗 你也不用怕丢脸 家里人的脸都被我兜光了 早就无脸可丢了 大姐听了这些话 顿时泪如雨下 她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成了亲的妹妹 终于懂事了 没有 你别胡说 我嫁进徐家是享福的 这福气 不要也罢 姐姐 信我一次 走 还是不走 大姐曾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也有心爱的男人 但为了给母亲治病 无奈嫁进了徐家 短短七年时间 却被戳磨得像三十多岁 谁知道这些年 她是怎么过的 犹豫了许久 终于做了决定 走 我早就受够了 银子你收着 姐不要 这是徐家欠我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 你让人把徐光良找来 咱们当面把话说清楚 来人 去把少爷给我请来 不用请了 他来很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陆茨把徐光良爹请了进来 我看向陆茨 陆茨也笑着看向我 目光灼灼 心照不宣 光良 你过来 修了他 现在就修了他 娘 算了吧 这不是拿了银子回来吗 算了算了 云姓 你快给娘道个歉 你放心 一日夫妻百人 徐光良 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欠不欠你的 都是夫妻 你说这个做什么 你的意思是不欠了对吧 那就好 你娘让你写修书 我也正有此意 你写吧 我等着 按了手印我就跟我爹 我兄弟和我妹妹回家 徐光良却磨磨蹭蹭 不肯写 徐光良 我就一句话 你信我 也别逼我 逼急了 我什么都能做出来 写 这就写 让他马上走 写 写 我写 看见徐光良认怂 我心里非常好奇 姐姐到底握着徐光良什么把柄 但他这么快就屈服了 修书到手 柄云姓丝毫没有多留 死死捏着那一百两名字 直接跟着家人走了 回到家 相公 今日多亏了你 没错 陆慈虽然没怎么说话 但是他做的每一步都很关键 娘子和姐姐姐妹情深 令人动容 相公身上还有功夫 雕虫小技 不及娘子眼瞳阴阳的本事 相公是侯府的重要人物 肯定胸怀壮志 在柳家 委屈你了 落魄的时候 承蒙娘子不气 是委屈娘子了 商业互吹 气氛很好 相公 你今日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无以为报 只有 娘子 不行的 相公 我行就可以了 这个 真的不行 我忍笑都快要忍疯了 还从没见过有男人反复强调自己不行的 也很好奇 观音奴的生母到底是何方仙女 竟能让陆慈守身如玉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想着偷逃暴力 把你儿子接来吧 陆慈眼神深邃 垂眸静静明思 娘子 你知道观音奴的生母是谁吗 我哪里知道 是谁跟我有关系吗 她不是已经不在了吗 怎么 她还能因为你变成我相公 出来吓我 我只是担心观音奴的情况 来了之后不方便 还有 娘子真的只是因为想投投报理 我觉得我能让她开心志 你信吗 一千两银子 赌不赌 我一穷二白 可是你儿子的外家不是有钱吗 你可以带着我一起吃软饭 我不介意的 以娘子之能 不怕赚不到钱 陆慈不信鬼神 只觉得有猫腻 但这只虾猫 为什么能三番两次遇到死耗子 也值得深思 试试呗 反正你觉得 情况可能更坏吗 最多是维持原状 但是倘若真的好了呢 陆慈再次陷入了沉思 久久之后 娘子 你真的有望帮观音奴 开启心志 可以试试 关键在你 如云 就在这时 柳云性双目含泪 带着愧疚 欣慰 感激的重重复杂情绪 走了过来 姐姐 走 进屋说话 我就不进去了 我是送银子过来的 这一百两银子 你快好好收起来 之前事物不对 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你撵出来 没事 之前我确实也任性 过去的事情 咱们都不提了 走 进屋 姐姐现在有什么打算 现在仔细看来 妹夫真是个极好的人 你现在变成这样 我们从前做梦都不敢想 这个喜冲的太值了 值不值 只有我知道 姐姐 我问你的打算呢 唉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 决定离开徐家 她只用了一瞬间 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内心一片茫然 不管怎么说 离开徐家 已经是我从前做梦 都不敢想的好日子了 我先厚着脸皮 在娘家住下 我能帮忙干活 也能做绣活 赚的银子都交到宫中 大嫂也不会嫌弃我 嫁人这个坑跳过一次就够了 但也不确定 自己能否一直赖在娘家 连忙岔开话题道 你和美妇的事情 大嫂都和我说了 姐姐真心为你高兴 看到你们夫妻俩 甜甜蜜蜜 我就放心了 姐姐 你可能在徐家受多了委屈 哭坏了眼睛 看错了 她也没有那么好 她之前成过亲的 还有个儿子 啊 那你算什么 她前头的囊子没了 那 也还行 大姐看着我脸上的疤痕 眼中流露出疼惜之色 她儿子多大了 如果还小的话 也养得熟 四岁 那还好 你都和美妇成亲了 就别再因为这件事 伤了感情 孩子日后还是接来吧 省得妹夫的心留不住 我给大姐说这件事 主要是想给娘家透个气 至于观音奴的情况 就等来了之后再说吧 走的时候 我让大姐 把这一百两银子 交给爹娘 又私下给了 大姐二十两银子 大姐说什么也不要 直到我发很大火 才红那眼圈 把银子收下 姐姐 我给你银子 是希望你在娘家住的 更有底气一些 日后无论做出什么选择 都希望是基于内心 不困于娘家 不愿于金钱 晚上 消失了几日的安虎 再次出现了 主子 您真的要把小主子接来吗 他说他有办法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你觉得观音奴 有被算计的价值吗 唐罗娜班 他怎么会有离开 京城的机会 但是如果真有奇迹的话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我一头雾水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主子说得对 那小主子身边带着谁过来 让翠薇跟着就行 嬷嬷就别来了 让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休息 是 另外 查到柳如云的师父了吗 没有 陈年就是 有些难 那就算了 退下吧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属下告退 说完 安虎便离开了 娘子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睡着 我才没那么傻 想炸我 今晚放到你笔下的 并不是麻药 是不是麻药 我还能分辨不出来吗 好吧 我骗你的 但你跟我学了内功心法之后 呼吸已经变了 睡没睡着 我是能听出差异来的 还炸我 鬼才信 我很好奇 为什么麻药对你没用 不用问我 我是个死人 娘子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 相公 你在说什么 我连忙打断陆词的话 大家大伙过日子 千万别说真心话 知道越多死得越快 娘子不想知道我的身份吗 什么身份不身份的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你就是我相公 我的身份倒是其次 观音奴的身份十分特殊 嗯 陆词身份普通 观音奴身份特殊 那只能说明人家外家牛 她娘总不可能是公主吧 她来了之后 会给我带来什么灾难 那倒不会 毕竟观音奴那般情况 那不就行了 她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高兴 可是随着她长大 渐渐就显露出问题来了 但是即便如此 我也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她 不知道陆词是为了表达她的父爱 还是警告自己 娘子没有什么话想问我吗 没有 为什么 其实我们两个都露出了许多破绽 并不清楚彼此知道自己多少内情 但都没有提起 心照不宣 即使龙游潜水遭虾系 龙终究是龙 虾米还终究是虾米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无论你是谁的人 无论 不用了 我不是谁的人 只是我的能力一于常人 罢了 不管我说什么 你该戒备还得戒备 该调查还得调查 我也不瞒你说 我和观音奴婆有缘分 与你无关 我怜悯她听不见声音 想帮帮她 仅此而已 娘子你 你是她边 你能决定能否让我给她治 所以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说的是真的 陆茨还是不敢相信 观音奴从小到大 看过无数大夫 她医院都无能为力 到最后也成了奢望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我怎么做 怎么治 你不能插手 陆茨没有马上回答 我也不是非要给她治 所以你这个外行 也不用知道我这个内行 你考虑清楚 然后告诉我同意与否就可以了 跳大神 不可以吗 不管白毛黑毛 扎到老鼠就是好猫 陆茨低头沉思 她不想放弃任何一丝机会 我睡了 下次省点麻药 那玩意挺难得的 但是对我没用 我自己睡得挺香的 要多少银子 两千两 人工沃尔空间售价一千两 剩下的一千两 可以让我这辈子一时无用了 反正观音奴的外价不差钱 五千两 反向砍价 好吧 你赢了 只要观音奴能好 哪怕稍有改善 能听到声音 也值五千两 以及你一生的荣华富贵 我当场带住 陆茨能说出这番话来 哪观音奴到底是何等身份 次日 翠薇带着观音奴来到了住处 安虎也飞去了夜行 夫人 翠薇姑娘不必多礼 没想到大水淹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观音奴见了我 伸手便让我抱她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可爱 晚上 安顿好翠薇和观音奴后 我也主动开口 帮观音奴置耳朵 娘子 你真的确定可以 八九不离时 陆茨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正如我所说 最多维持现状 如果真的好了的话 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便试试吧 需要我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做 不要影响我 不要质疑我就行了 好 明天 你带着所有人出去 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 好 尤其看好翠薇 翠薇一直陪在观音奴身边 护她像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般 恐怕不放心会进来查看 娘子放心 她不敢 切记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不许任何人接近 我不喊人 不许人进来 行 麻烦娘子了 我现在去看看观音奴 去吧 对陆茨来说 今夜可能不亚于生理死别 她不知道自己的本事 不放心 也是人之常情 第二天 陆茨带着翠薇 连同包子和小丑鹅都站在了门外 我便开始忙活了起来 从空间取来手术器具和人工乌尔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微创手术 我还是打起了十分精神 我要让观音奴漂亮的脸蛋上 不留一丝伤痕 而窗外 正贴了一双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没错 就是陆茨 她对观音奴的感情十分复杂 血脉相连 不可能不疼爱 但观音奴的现状也让她陷入了困境 她做出这个决定是自私的 甚至都没有问那个她的意见 因为她知道她一定会坚决反对 但是不放手一搏 什么都没有 观音奴只能永远做一个傻子 试一试 还有机会 很快 一个时辰过去了 手术十分成功 观音奴也醒了过来 宝 能听到我说话吗 观音奴的表情顺势错额 虽然没有回应 但她的眼神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而门外的陆茨已经紧绷如宫 双眸锐利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她看到了观音奴的变化 最匪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我 做到了 确定手术成功之后 我也轻松了许多 小心翼翼一层一层 帮观音奴的伤口缝合起来 彻底忙完之后 感觉疲惫袭上头来 从药房里抓个能量带出来 几下喝完 又把垃圾扔了回去 窗外的陆茨大受震撼 凭空让东西消失 又凭空变出东西 这根本不是开了天眼能解释的 我到底是什么 是人吗 又过了半个时辰 观音奴再次醒了过来 我也走出了房间 娘子 观音奴她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进去陪着她吧 不 让翠薇去吧 发音刚落 翠薇便冲了进去 娘子辛苦了 我起身向娘家走去 娘子你要去哪里 饿死了 去娘家看看有没有好吃的 蹭一口 把地方糖给你们 慢慢惊喜 省得我在这里 你们施展不开阴谋诡计 对了 就算能听见了 也不是立刻就能好的 我知道 得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 需要慢慢学话 她倒是聪明 我也向娘家走去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他们自己了 另一边的柳家 家里有了银子 爹打算让三弟去读书 考个举人什么的 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 我不去 爹 我不去 你说什么 爹 你也不想想 我是那块料吗 爹是村里的秀才 小的时候都教过 可兄弟三个都不爱念书 不去也得去 打死都不去 不死就得去 爹 算了吧 他不愿意学 去了也是糟蹋银子 银子也是如云星 辛苦苦赚来的 不给他浪费 二姐赚钱才不辛苦呢 二姐靠脑子赚钱 容易着呢 我要去跟二姐 学给人看事 柳秀才伸手 就要打这个逆子 打 爹 狠狠打 谁赚钱容易 就你还学给人看事 你有那脑子吗 爹 三不去读书 我去吧 一家人都愣住了 二哥今年都已经18岁了 并不喜欢读书 怎么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呢 好 那就老二去 就是去学堂的话 我白天给家里干活 晚上爹叫我吧 二哥 你可真是我亲二哥 好二哥 你快好好读书去 别让爹惦记着我这根朽木了 那就让铁蛋进学堂吧 去吧 读书才能有好前程 我看着铁蛋随他二姑 挺聪明的 就在这时 我走了过来 如云 快来 大姐把刚才的事给我讲了一遍 我八卦地问道 二哥是受什么刺激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因为前几日定亲的焦鹅 柳明义和焦鹅彼此喜欢 也私下定了终身 可后来柳家花银子买了鹿瓷 焦鹅可能因此心灰意冷 和隔壁村一个年轻的秀才定了亲 柳明义想读书 大概是想争口气 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此好好读书 那也值得 我给他缝个书带 嗯 那我送二哥一套文房四宝 接着 我们拉开了家常 我过来还有一个目的 家里突然来的这几个人 总得给娘家把情况说明一下 我在娘家待到晚上才回来 找到桌子上的五千两银票 我顿时迈不动了脚步 突然 鹿瓷跪了下来 相公 你 娘子对观音奴的再造之恩 为夫莫齿难忘 且替观音奴扣谢娘子 不用 真不用 话语间 鹿瓷真的一板一眼的磕三的头 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 这个男人 三观挺正的 感觉脖子上的脑袋又结实了点 娘子放心 我鹿瓷有生之年 只要一息上存 并会报答娘子的大安 看鹿瓷这样子 很像表白呀 不行 小心干受不了了 那倘若今日换做是他人呢 嗯 我的意思是 今日若是别人 比如是胖牙给观音奴 治好了耳朵 你也会这么说这么做吗 鹿瓷思索片刻 不知道我问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会 那就好 嗯 你弄得那么暧昧 谁不怀疑 同在一个屋檐下 不怕摩擦 就怕摩擦深爱 那玩意和电一样 要命 没事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是看孩子可怜 和你没关系 赶紧起来吧 地上怪脏的 明天去洗衣裳 被我姐见到了又要骂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 被骂的那个人总是我 娘子 你给观音奴治病的时候 我都看到了 你 是 我言而无信 因为观音奴是我拼了性命都要保护的人 算了 说什么都晚了 都已经看到了 而且 我也不是没有准备 娘子放心 无论你到底什么来历 我的承诺都做数 知道了 娘子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解释什么 陆词紧紧地盯着我 其实我对真心话大冒险并不敢冒 但总得说出点什么才行 小场面 hold得住 其实 我原本是东海龙王的女儿 东海龙王有女儿吗 人就在你旁边 你说有没有 那 我看是没什么机会去拜见岳父大人了 没错 虾兵蟹将守着 你这种凡人 进不了东海龙宫 陆词总觉得我在胡说八道 但是又好像没什么证据 我因为触犯天条 被贬到凡间 也不知道奥斯卡 有没有最佳编剧奖 有的话我觉得可以拿一个 娘子触犯了什么天条 见色起义 陆词陷入了沉默 小亮 看你还怎么接话 那娘子在人间这一场 我来护送 虽然陆词不见得相信 却也没再继续为难 娘子想来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各种苦楚 我从未对外人提及 今日 别说了 既然是苦楚 就不要再提了 别再往自己伤口撒盐了 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除了喜欢吃瓜 对侯府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无论如何 今日我的承诺永远作数 谢谢了 早点睡吧 明日我还得看地去 手里有钱不能光攥着 村里有人要卖地 我决定去看看 合适就买下来 次日 我随父兄花了三百两银子 买了一十五亩三分地 这件事情 无疑会登上村里的头条 几天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大姐气冲冲地找到了我 你说气人不气人 娇娥家竟然还找人偷偷来咱们家打听 愿不愿意和咱们做亲 她不都定亲了吗 就是啊 定亲了还来 这是看着以为咱家发财了 想得各种话 和那边回婚 呸 不要脸 这是做的事有点不地道 二哥怎么说 你觉得二弟还能答应吗 那成了什么人 他生气 不嫁给二弟 咱们没话说 确实是咱们不对 但是出尔反尔 这会要吃回头草 把他付家放在哪里 这种人家怎么都不能结晶 以后都是事 你也消消气 事情也没成 咱们也没损失 这话千万别往外说了 对谁都不好 我知道 我又不傻 这不就和你抱怨几句吗 大姐自从回了娘家之后养得很好 脸色红润了很多 当年 她可是村里最漂亮最能干的姑娘 也有自己喜欢的男人 就是胖鸭的堂兄李哲 只可惜后来为了母亲 大姐终究选择向生活低头 嫁到了徐家 而李哲也黯然神伤离开了村子 再也没了任何消息 不知道大姐今生 是否还能见到自己的心上人 傻样 看着我做什么 觉得姐姐生得真好看 傻瓜 你才好看呢 大姐忽然意识到什么 连忙说道 看我这张嘴 如云 姐不是故意的 没事 快好了 姐姐没觉得浅了一些吗 柳云星还真没注意到 仔细一看 还真的是 好像真的浅了一点 我再用药了 能消掉吗 能 如果这点都不能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来自新纪元的顶尖名医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铜锣的声音 这事又要干什么 村里的锣一响 准没好事 我出去打听打听 大姐一走 冠音奴便跑了过来 夫人 不打扰您吧 奴婢今日教小公子说话 她学会了几个词 惑不及待地来跟您炫耀 没事 咱们冠音奴学了什么 冠音奴嘴唇动了动 有些艰难的开口 娘 我突然有了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奴婢教了许久 小公子就是不肯喊这个 没想到 到您面前就喊了 翠薇也惊喜万分 看他模样不像生气 我不由松了口气 之前一直觉得翠薇 应该是冠音奴生母的人 现在看来误会了 娘 娘 就在这时 陆茨走了进来 冠音奴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你是什么洪水猛兽 看把孩子吓得 陆茨并没有生气 看到冠音奴现在的样子 高兴都还来不及 冠音奴来看着我 爹 冠音奴沉默不语 爹 冠音奴继续沉默 爹 冠音奴还是没声音 该不会是 植入到耳窝有问题吧 喊我 娘 爹 嗯 小东西 在这里等着占我便宜呢 还有你 你笑个屁 那么想当祖父吗 我祖父都死了八百年了 你爹 嗯 哥腿儿 我就说没好事 果然又是收钱的 收什么钱 说是知县大人离任之前 要修桥修路 不给接任的人流烂摊子 我呸 分明是想要再收一笔钱 要交多少 按人头收 每人一串钱 刚出生的孩子都算 作孽啊 这么多 而且不管是不是村里的人 只要在这里住的都算 家里的我给出吧 不用你出 家里现在比以前好过多了 你不用操心 爹那边又收了好几个孩子 啊 之前不是说 因为我的事情 好多人都退学了吗 你忽然有钱了 那些人虽然背后说闲话 但心里哪个不尽着钱 我算是看透了 就算钱掉进缝坑里 也依然是钱 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蓄力避害 都往前看 从前我还拉不下脸 但是现在想明白了 只要能赚钱 面子算什么 姐 你要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 就是想去村口那边 卖个粗茶 咱们这里虽然穷 但是挨着关道 去卖个茶水 多少有点镜像 我支持你 晚上 安虎又来了 陆瓷也不再防着我了 主子 林州换支县 原来是韩三公子要来 胡闹 韩家就没有人拦着他吗 韩三公子可是陆瓷的铁哥们 谋了个芝麻绿豆大的 瓜来林州 很显然是奔着他来的 拦 拦不住啊 三公子想做什么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惯的 打一顿就好了 他愿意重新出事 总比之前在家里搞什么风水墙 所以这次 韩大人还是挺高兴的 镇通侯府出事后 韩平川为陆瓷奔走 结果自己被拖累丢了官职 韩平川便躺平了 开始研究如何成为圣人 他就非要躺我这浑水 他身边跟着谁 安全吗 别路上就让人给挑了 不行多派几个人去保护他 没想到陆瓷嘴上傲娇 心里倒还挺周全 韩大人倒是给三公子派了很多人护送 就是 就是什么 他又有什么幼蛾子 三公子不知道为什么和李哲闹别扭了 李哲 我大惊 没想到吃瓜吃到了和自己身边人同名同姓的人身上了 这个李哲该不会是 他和李哲闹什么 具体内情属下也不清楚 就隐约听说 李哲这次想告假 不想跟着来临州 但是三公子不依不饶 把人给绑来了 陆子没有多问 其实被发配到这里 他们在外人眼里已经是不能翻身的了 他觉得韩平川真的不该参与进来 很快 半个月过去了 冠衣奴学化进步神速 也彻底融入到村里的孩子中 姐姐的茶摊也开了起来 台神爷也再次找上了门 没错 王老板又来了 孟县城想要摆个阵 讨好即将就任的新县令 他还想继续做县城 这已经不是县太爷的小舅子了 让帮大人在嫁的妹妹给新人县太爷 不就又是亲戚了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不过这招要是好用的话早就用上了 但新来那位 油盐不济 所以只能麻烦仙姑想想办法了 您放心 银子不是问题 我不想赚钱吗 不 我想 但是这钱 我赚不到 我正想着如何礼貌回绝时 陆茨开了口 娘子可以答应 嗯 娘子也不必一味韬光养晦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一如反掌 王老板也多次照顾 你就答应吧 王老板文言高兴起来 借颇下驴 那就这么定了 事成之后 我愿意拿一千两来孝敬仙姑 说完 王老板开心地离开了 陆茨开口说道 我和韩三打个招呼就行了 那真的要重用以前的人 初来乍到 本来也不可能换血 至少要观望一段时间 可是 如果韩之县以后不想用孟怀呢 他被清算之后 还有什么可怕的 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 但转念一想 那可不一定 他万一是你这样的人呢 我出身侯府 他算什么 好好好 您是侯府的人 您高贵 有钱不赚王八蛋 不就是忽悠人吗 没问题 次日 我来到孟府做法事 续上集 在孟府做完法事后 我也顺利拿到了一千两银子 因为心虚 人家留饭都没敢吃 走 我请你吃顿好的去 看着一桌子的美食垂涎三尺 却偏偏有苍蝇出来恶心人 点这么多东西 你该不会是来吃白食的吧 正是周二身边的大丫鬟青瓷 相公 你听见苍蝇鸭鸭叫了吗 苍蝇而已 别影响了心情 死瘸子 死瞎子 上次的巴掌是不是没吃够 哼 二公子不要你了 你也只能嫁个瘸子 二公子不要我了 也没轮到你 手下败将 还有脸在这里叫嚣 青瘠色平平 根本入不了周二的眼 二公子现在可是 寒之县第一个照见的人 你就死心吧 日后大有前程 就算你脸好了 也休想再回来 懂了 原来是自己脸上的疤痕 慢慢消退 青磁有了危机感 那你大可放心 你看我现在是吃不起 还是穿不起 还是没有男人 好好做你的狗去吧 去跪舔你的二公子去 滚 你 提醒你一句 以后见了我最好绕路走 打不过就躲远点 废物 你给我等着 我回去告诉二公子 麻溜的滚 你迈得青磁气冲冲的走了 寒之县已经走马上任了 嗯 来了几天了 你们两个不是要好吗 他怎么没来看你 你也不去看他 他不敢来 怕被我骂 那你知道青磁在陷阳什么吗 韩三来了之后 谁都没见 但是独独见了他的主子 为什么 因为你 嗯 他知道我和周二的事情 所以好奇想看看周二吗 对 没想到离开了周家 都还在给周二脸上贴金 憋屈死了 别气 现在他自以为爬得多高 日后就会摔得多惨 正好 一会儿我带你去串门 我还得去吗 娘子别担心 我不嫌弃你 你嫌弃我 是我不想和你搅到一起 好吧 难道娘子不想陪我 不想 也不敢 不是 就是在想 你这朋友家里是什么情况 他爹韩大人 官拜大理私卿 是铁面判官 韩青天吗 对 韩大人之前是御史 后来成为大理私卿 但他却想一直做御史 能理解 为什么 大理私卿位高权重 但没有御史来得爽 想喷谁就喷谁 陆子忍君不惊 为什么我的角度 总是如此轻心脱俗 你们那里 说话不自由吗 比你们自由多了 那希望有一日 我有机会看看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去 还带你 很快 我们在茶楼 见到了韩平川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了 你嘴巴里 能不能吐出象牙来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不知道给嫂子侦查吗 不敢当 敢当敢当 嫂子客气了 话语间 韩平川仔细打量起我来 明明是一个村库出身的丫鬟 却有一种自尊自尺的美 却是难得的美人 只可惜脸上有伤疤 你安分些 等三年任期结束 就老老实实回京城 待三年 要那么久吗 哥走我就走了 陆子没有接话 转而说道 秦姨身体怎么样 大哥好些了吗 我娘不错 骂我的时候还是中气十足 我大哥还是那样 虽然没有更好 但是也没更坏 陆子看了看我 说道 你可以给大哥修书一封 请他来临州修养些日子 呵呵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主意 别看占亲戴故 银子可是 一分也不能少 我娘肯定不会放他 离开京城的 罢了 我自己来写 就是 你才是我娘的亲儿子 我们三个都得往后排 接着 二人拉他的家常模式 原来 入此小时候 有一半时间 是在韩家长大的 韩家对他有大恩 韩夫人更是对他喜爱有加 拿他当亲儿子对待 大人 周二公子求见 韩平川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不想看到这个人 以后老实点 不干你管的事情 不许插手 我就是想看看 能让嫂子 韩平川的话 戛然而止 陆子的目光正冷冽地盯着他 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提了 让李哲把他打发走 大人 今日是属下跟您出来的 李哲没来 那你去 是 李哲怎么回事 我怎么听说 你把人给绑来了 乖来了 别提了 提他我就上火 我就不明白 我怎么会有这么窝囊的属下 我让他跟我来 他不来 我想不对啊 他不是临州人吗 为什么不来 我一听就有鬼 就非得弄个明白 结果你猜怎么着 有话快说 他说 他当年在村里 有个相好的女子 嫌他穷 然后嫁给了别人 卧槽 不会真的这么巧吧 书都不敢这么写 一锦还乡不好吗 还是说并有隐情 气人的就在这里 他说不回来 自己一锦还乡 让那女子如何自处 你说他是不是傻 没错 就是这个李哲 一点都没变 没想到 事到如今 李哲还在为姐姐着想 李哲却是个憨厚的人 如此这般也好 我就是见不得 老实人吃亏 欺负到我身边人的头上 那不行 别让我查出来 那女人是谁 关你屁事 对不住 一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哥 就这你都不管 算了 还是自己来 怎么 还真把自己 当成我嫂子了 你的身份 韩平川 他可是我正儿八经 拜过堂的妻子 我没理会录词 直接回怼 我身份怎么了 你身份那么低 我身份低 你怎么不想想 可能是你狗眼看人低了 你 我怎么了 我衣礼服人 你光想着你属下吃亏 你怎么不想想 当初是不是另有隐情 事隔多年 李哲也不愿意牵连他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韩平川顿时语色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长寿 有人要寿吗 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 管太多就折寿了 韩平川背对得 毫无反击之力 见路词完全隔岸观火 郁闷地说道 小嫂子 我没得罪你吧 你现在得罪我了 怎么说 你背后说人坏话 我看不惯 我和你不一样 有什么坏话 我当面就说 大姐当年辜负了李哲 李哲可以骂 但别人不行 我这个人认亲不认理 互断 哼 你 我知道我不配和你一个 现太爷这般说话 但是你骂的是我姐姐 说我不能置身事外 是姐姐 应该是 当年姐姐想家又没嫁的人 也叫李哲 那就应该是了 我是挖了 你们柳家祖坟还是怎么了 为什么柳家这些女儿们 专门坏我身边的人 你倒是想背坏 奈何实在人丑话多 根本不配 我丑 脑子还不灵光 哥 你管不管 你这是肤刚不振 我是他二十两银子买来的 好吧 韩平川总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俩酗酒 我下楼去给观音母买桃子去 嗯 别走太远 我知道我在场 他们有些话也不方便说 反正吃不到瓜 不如把空间留给他们 哥 你受苦了 还行 别想太多 温柔香 英雄种 你这张嘴 一如既往的想让人缝上 估计我已走远 陆词开口说道 我卷进来是没的选择 可我不希望韩家卷进来 那你跟我娘说 跟我说有什么用 这是我能决定吗 韩平川的亲娘 曾是陆词母亲的丫鬟 二人情同姐妹 即使后来落难 二人的感情也从没变过 陆词感恩 所以不希望韩家卷进来 再说了 太子本来就没做过的事情 怕什么 太子是储君 是皇上选出来的 不该支持吗 已经没有太子了 哥 其实我有时候忍不住在想 皇上那么器重太子 最后却因为 这莫须有的事情废了他 还连累了你 你说 是不是因为太子在婚事上 太过叛逆的缘故 虽然这么说有些残忍 但他实在想不到别的理由 万一奴 如果是个正常的孩子就好了 陆词没有回答 转而说道 好了 我得走了 你不忙的时候 可以去我家做客 你家 嗯 柳树村 陆词告别韩平川后 找到了我 这就说完了 你俩挺短的 陆词没有接话 只要不接 说的就不是他 还要买东西吗 按照我的习惯 得了银子之后 肯定得得负一二 买肉去 买块羊肉回去做羊羹 然后买点猪肉回去 做八宝肉圆 无肉不还 观音罗要找身体吗 走 刚转身 就被青瓷带着 二公子周少谦拦住了去路 二公子 我本来想着如云过的男 见面还是姐妹 想帮帮他 可他每次都恶语相向 如云 你的脸 关你屁事 好狗不挡道 让开 我和我相公还有事 你嫁人了 周少谦这才把目光投向陆词 这一看 陆词让他魂飞魄散 如云居然嫁了个瘸子 要我说 这不是打咱们府里的脸吗 住口 青瓷被骂得呆立当场 心里十分憋屈 相公 我们走吧 不要理这些莫名其妙的人 我们不再理会 起身就走 经过青瓷身边的时候 他忽然就一声 亮枪后退几步 险些摔倒 如云 你 你 卧槽 碰瓷都用上了 我怎么了 是我推你了 青瓷咬紧嘴唇十分委屈 这演技也没得说了 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癞蛤蟆 三番两次 跑到自己面前 嘚似刷存在感 看来得给他展现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了 看好了 我来到陆瓷身边 蹲下身 陆瓷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轻轻松松挨着公主抱 所有人都路顿口袋 这可是在古代的大街上 看到我的力气了吗 我真推你 你还能不倒地吗 还能让你在这里逼逼赖赖 陆瓷老脸通红 娘子 你 你先把我放下 有话好好说 别让我再看见你 见着我远远躲着 否则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娘子 气大伤肝 犯不着 走吧 周少千目光停留在陆瓷身上 呆呆地看着我们离开 娘子还生气吗 有什么好生气的 青瓷那种段位 根本不够看 周二会喜欢那种人 也是睁眼瞎 正常 胸大无脑 男人都喜欢这种菜 那我可能 不算男人 你喜欢胸大有脑的 陆瓷面色微红 偷偷瞥了我某处一眼 偷偷瞄脸 而这一切 都被楼上的寒平川 看得一清二楚 哥 你受苦了 回到府上 韩平川叫来了李哲 大人 您找属下 李哲啊 我怕是要对不住你了 李哲知道他向来不靠谱 感觉是要给自己下套了 目不作声 本来说好要给你报仇 让你回灵州之后扬眉吐气 后悔死骂妇人 但现在看是不行了 李哲微微一愣 看起来你是真不感兴趣啊 那我就不说了 别人死啊活啊的 跟你也没关系 你说什么 李哲的心顺时提了起来 原来还关心着呢 可是没用了 现在你高攀不起了 人家现在是萧衍的大姨子了 李哲一脸震惊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那个小姨子 我看像个狐狸精 还是个牙尖嘴利的狐狸精 李哲低下头 盯着自己的脚尖 过两天帮我送一趟东西去 敢不敢去 属下遵命 不过 萧衍现在叫陆慈 就是个普通人 你千万别露线 否则我怕他来追杀我 是 另一边 我回到家里迫不及待的 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姐 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嫁娶 或许能重续前缘 我就知道 他出去一定能混得好 果然混出了名堂 这不对啊 怎么一点都不激动 姐 那李哲回来 你和他 胡说什么呢 我说你吞吞吐吐的 原来是想说这个 不行吗 当然不行了 做什么美梦 当初是我不要他的 日后见面都没脸 还舔着脸 让人娶我这个残花败流吗 姐姐 你不要这么说 说不说这都是事实 我从来不想占人便宜 他有出息 我为他高兴 但就算他没出息 他那样的人品担当 也不缺女人 姐姐也不差 自己的姐姐 自己当然觉得好 但我若是李哲的姐姐 估计都能上门打我一顿了 他本打算跟徐光良好好过日子 对得起人家的彩礼钱 只可惜后来一地鸡毛 不过那和李哲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家凭什么捡烂摊子 行了 快回家做饭去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别替我操心 我挺好的 人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姐姐在自己的命运里挣扎到今日 没有后悔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回到家 做好饭 观音奴 去喊秘密姐和铁单过来吃饭 嗯 娘子怎么了 有痛快 想太多 说来听听 我也没人诉说 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路次说了 确实有点一想天开 没错 这可是古代 算了 不想了 不嫁人也挺好的 李哲那样的好人 老天爷就保佑他升官发财 慰己人臣吧 晚上 大嫂来接两个孩子 见两个不肯走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打起了小算盘 如云 要不就让他们在一起睡吧 你看光阴奴眼泪都出来了 可怜巴巴的 这 没地儿睡啊 怎么没地儿睡 活人还能让尿逼死 你挪一挪呗 怎么挪 你和妹夫到小屋去睡 让翠薇带着三个孩子 在大抗棍去 不行 那张长不大 肯定会和路词碰到彼此的 还没来个机会话 大嫂已经转身 快步离开妖宫去了 你这是要做什么 秘密还好 懂事 铁蛋和观音奴在一起 那不得把房顶掀翻了 掀翻就掀翻了 反正如云也要重新带房子 娘 您怎么不替他以后想想 什么以后 替谁想 如云呢 娘 应该不会没发现吧 如云和妹夫 根本没成事 啊 你是说 他们没圆房 肯定没圆 不能吧 都这么久了 自己女儿就算毁了脸 那身段也是一等一的 陆次正值血气方刚的年岁 能忍得住吗 上次我给如云做了件新衣裳 怕不合身 就拿去给她试 结果你猜怎么了 怎么了 她本来美滋滋的是新衣裳 结果妹夫一回来 她立刻这样 啊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他们两个呆子都不好意思 那炕也确实太大了些 滚不到一起 做得好 高氏转念一想 压低声音说道 你说 会不会是陆次不行 陆次拉里都快赶上牛了 大嫂还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过 那样的体格 应该不会吧 你说你妹妹那样的人 哪个男人能忍得住 娘 那怎么办 您说如云也是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吭声 她自己不是会看事吗 怎么不给妹夫看看 她脸皮薄 说不定不好意思 而且 这得补 不是看事能解决的 对 是得补 这样 你也别心疼银子 你这样 我跟你说 好嘞 娘 您放心 包在我身上 另一边 嫂子把我和陆次碾到了小屋 躺下之后 陆次的呼吸几乎就在耳边 这怎么睡得着啊 娘子是不是睡不着 要不我去地上睡 能睡着 就是 就是这凉席 还挺凉的 没事 睡吧 陆次何尝不是一样 闻到我身上清新的香气 脑海里漠然浮现出一句 令人面红耳赤的词 将消吕薄冰鸡营 雪逆苏香 笑语弹朗 今夜杀除枕电凉 睡吧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以天色大亮 便传来陆次和脆微的声音 松开 主子 我让你松开 我立刻脑补了一大出精彩的女追男的剧情 赖了好一祸床 直到外面又想起陆次的脚步声我才醒 主子 让奴婢来吧 不用 你去看着冠衣奴吧 那才是你该做的 是 原来 早上二人在争这个 不过也奇怪 自翠薇来了之后 陆次和冠衣奴的衣裳都是他洗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接下来的几天 秘密和铁蛋都在这里住 身为姑姑 也不能出言感人 只能和陆次将就着挤到一起 只是他天天洗裤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相公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不干净 所以天天洗寝衣 嗯 差不多吧 好在在陆次快要崩溃的时候 秘密和铁蛋终于被喊走了 日子总算回到了正常 陆次刚松了口气 又怅然若失 这一天 陆次紧紧盯着面前的一碗汤 全家人又把目光投向了他 这是何德何能 竟然牵动了一家人的心 陆次看着碗里漂浮的东西 这是唯恐他不撞了 无奈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 只能一口气喝了精光 晚上 陆次整个人像蒸熟的虾一样 红着脸 蜷缩着身体看着我 你怎么了 娘子 我好难受 我给陆次把把脉 一下就明白了 很显然 陆次是被人下了药了 想起大嫂的种种反应 还用动脑子吗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这是想要帮自己和陆次破冰呢 没事 相公 你肯定是吃了什么发物 嗯 发物 对 专门发兄弟的 你知道怎么处理吧 我先出去了 什么怎么处理 娘子在说什么 我有点难受 唉 好可怜的孩子 怎么那么纯洁 我趴在陆次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陆次当场呆住 能自己解决的问题 干嘛要麻烦别人 男人最好的兄弟 不是自己的手吗 望着陆次挂在 靓衣绳的裤子 我脑子突然像被一道天光劈中 我好像忽然明白了陆次 为什么每天 自己洗裤子了 喂 发男 次日 我来到茶摊找到了大姐 姐 你之前知不知道嫂子打的主意 知道 怎么 你和嫂子生气了 那是我的主意 你别 我没生气 我就是觉得荒唐 你们俩成事了没 怎么 不成你们还要再来一次 姐 你跟着胡闹什么 千万别再来了 我真怕自己下次把持不住 直接把陆次给睡了 我不是跟着胡闹 我 大姐欲言又止 罢了 不说了 妹夫 是行的吧 行 很行 非常行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再乱来了 强卤灰飞烟灭 知道了 你要是闲置的话就进城去逛逛 说不定能有生意呢 妹妹的生意都是大单子 大姐现在对我是刮目相看 甚至都有些崇拜了 就不能让我闲着吗 我一会儿和陆次去看庄啊 准备起新房了 现在这房子实在太小了 有银子可不能苦了自己 行了 去忙你们的吧 我也没再逗留 起身离开了 刚走不远 一阵马蹄声传来 看来是有顾客上门了 大姐回过头 与男人四目相对 男人高大挺拔 面色坚毅 内脸沉静 不复从前热烈 正是李哲 时隔八年 虽气质已变 但大姐还是一言认了出来 你 你回来了 见到日思夜想八年的爱人 李哲心里有八百头猛兽在狂奔 但昔日的爱人已为人妻 他们注定是两条平行线 永远也不可能交汇在一起 谢儿妹子 李哲更震惊的是 大姐不是嫁进了 徐家做少奶奶去了吗 怎么会在路边 抛头路面卖茶水 身边还空无一人 这是回家探亲吗 算是吧 不嫌弃的话 喝一碗茶水再走吧 方便吗 她怕给大姐添麻烦 本该立刻就走 可是爸不动腿 她变了 又没变 有什么不方便的 都是邻里邻居的 我又把你当弟弟看 我比你大 此话一出 二人愣住当场 当年 她让她喊哥哥 她面红耳吃 骂她不要脸 她生气了 她就喊她姐姐哄她 但她大人不计小文货 打情骂俏的情景 历历在目 却已经换了人间 那就走吧 我不着急 来早了 正好在你这里喝一碗茶 哦 好 你忙你的 我自己来就行 不用 你坐着就行 千里迢迢回来 又那么多年没见 你现在是客人 李哲规规矩矩坐下 感觉十分拘束 家里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你是不是听如云 说我回来的事情了 是啊 如云再也不是小时候 那掐尖要抢的性子了 以前两人偷偷摸摸在一处 只要我遇见了便回家告状 后来娘亲拉着大姐 偷偷叮嘱 说家里不反对 但是两人不该做的是不要做 免得落人画饼 大姐忍不住去月地告诉李哲 我娘同意了 本以为能幸福地走到最后 却最终向生活低了头 那就好 你们姐妹俩好好的 李哲心里想问 她在婆家过得好不好 为什么在这里摆摊 但又怕勾起她的伤心事 看她的打扮和行为 也能推测出来 但她毕竟是有福之父 不敢多问 也不能久待 我先走了 你忙着 好 你慢点 大姐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小心把手伸进了滚烫的水里 手背烫得通红 李哲紧紧咬着牙齿 她心疼 但是她没有资格 只能跳上马背 默默离开 真好 回过头 看到李哲留下的十两银子 泪水顿时流了下来 机翼也像洪水一般呼啸着奔逃而来 李哲列了一头鹿 换了二两半银子 给她买了一只卷花 然后把剩下的二两多银子拿到她面前 银子 我还没见过这么整的银子 大姐替她高兴 不 替两个人的未来高兴 嘴上却偏翠脆 跟我闲摆什么 又不给我 不给你给谁 收着 你相公给你的银子 嘿 你是谁相公 臭不要脸 大姐双手无脸蹲了下去 两小无猜 狼情惬意 本是天作之和 终究抵不过一句造话弄人 李哲 对不起 对不起 另一边 离开茶滩后 李哲来到了我的住处 你找谁啊 找谁 找谁 李哲不可思议地看着观音奴 听到他说话 刹那间 所有的那些感伤都被炸飞 这 这是 是小主子 小主子好了 李哲激动得傻傻待在原地 他清楚 一旦观音奴变成正常的孩子 将意味着什么 天 要变了 这人怎么傻乎乎的 傻乎乎的 走 我们不跟傻子玩 嗯 李哲 快进屋 我去给您泡茶 不用忙 刚喝过茶了 喝过了 你不是从城里来的吗 哎呀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村口遇到了咱们大姑娘 大姑娘 对啊 我可是知道点你们内情的人呀 翠薇已被我成功带偏 性子活跃了许多 李哲 怪不得之前大家给你说起你却不乐意 我身边那谁 之前还巴巴看上你 别瞎说 李哲连忙打断翠薇的说话 他倒是没什么 可是这话要是传到徐家人耳中 会怎么想大姐 他嫁了人 对他不好 嫁了人 已经合理了呀 你说什么 怎么 李爷你不知道吗 谁合理了 你说清楚 你把事情说清楚 咱们说的不是大姑娘吗 柳云姓是不是 是啊 他合理了 怎么合理了 是不是徐家人欺负他了 他是不是受委屈了 是受了一些委屈 李哲一听 顿时大怒 转身就走 哎 李爷 您去哪里 让开 我要去徐家 翠薇知道光洞口肯定是不行的了 直接上手 您闹什么闹啊 事情都结束了 您非得去闹闹让大姑娘难堪吗 有夫人在 能让大姑娘吃亏吗 再说了 您拿什么身份去闹 万一被人说成大姑娘的奸夫 大姑娘还怎么活 李哲一愣 慢慢平静了下来 万般自卫浮上心头 但大姐独身一人的欣喜 已压过了所有 你们这是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翠薇啊 知道你身手好 可是自己人就不能客气点吗 李哲不要面子的吗 我刚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再打他一顿 他还得谢谢我 李哲起身 连忙问道 卢云 云姓他 徐家不做人 我就把姐姐接回来了 那 何离了 离了 不过姐姐说了 他现在在娘家过得挺好 不想再嫁人了 你就热情难耐 我也不劝你 但我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 去吧 比卡丘 你来有事 李哲这才反应过来 忙把书信呈上 您慢慢看 我在这里您不方便回信 我先去村里转转 中午讨顿饭吃 哦 不在您这里吃 我去柳家吃 先告退 陆子表示 从来没发现 你是这样的舔狗李哲 听说人家一个人 这就按捺不住了 我看游戏 身份有别 我觉得不行 人家两情相悦 你跳出来说什么废话 不是单单你觉得七大非偶 你们姐妹的想法 难道不一样吗 我都那样了 你让我自己解决 难道我是傻子 不知道你是有意不和我听见 唯恐以后摘不掉 陆子这些天一直耿耿于怀 心里憋着一口气 终于有机会发出来了 算了 可能是他大姨父来了 看你的兴趣 我回家看看 回到娘家 李哲可是忙得不亦乐乎 又是匹柴 又是挑水 嫂子 你看大姐和她 成不成 成什么成 你不要胡说八道 尤其在你姐面前 听见了没有 其实已经说了 然后被骂了 我也希望能成 只是人家现在有关身了 便是在村里寻个黄花大闺女 都闲事乡下的 更何况 唉 别提这事 咱不能提 我知道不能提 但是我心里就是忍不住那样想 谁不想呢 谁不愿意看到破镜重圆 和和美美 就是实在不容易 竟真是 唉 罢了 不说了 只能看他们两个人 是不是被月老绑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 观音炉走了过来 娘 爹 爹 你爹找我 嗯 跟他说等等 这才出来一小会 喊我做什么 内父说不定找你有事呢 有事他自己怎么不来 肯定不是急事 又不是吃奶的孩子 一会儿不见就不行 怎么不是 大嫂 快回去看看 这里有什么动静 我回头告诉你 那可说准了 你得告诉我 去吧 回到家 翠薇带着观音炉和铁弹出去玩了 这是有话想要单独和我说啊 说吧 神神秘秘的 娘子 我原名萧衍 出身镇通伯府 十七岁那年平军宫 被封为镇通侯 什么情况 出其不意 直接就自告家门 哦 我原本以为娘子知道后 会生气我的隐瞒 现在看来 倒是我小人之心了 你被雷劈了之后 会立刻反应过来吗 可是之前 你和安虎说 侯爷没了 因为我被夺了绝 你是故意的吧 娘子那么聪明 肯定已经发现了蛛丝马迹 只是不想向我求证 对吗 不过说真的 现在的鹿子 哪像侯爷 我没想到 我一直以为侯爷死了 那娘子不觉得奇怪 安虎他们对我如此尊重 我以为 你是侯爷的男人 侯爷的男人 就 男宠吗 鹿子顿时面黑如铁 听说有钱人会玩 娘子是真能想 一般一般 这不也没想到 你还能死而复生吗 娘子的脑子 果然不是常人 所能揣测的 那是 我们神仙和尔等凡人 字是不一样 行了 没事 我去看热闹去了 没有什么热闹可看 娘子还是陪我说话话 有什么问题 娘子尽管问 我置物不言 言无不尽 我没问题了 大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只是形势所迫 暂时滚在一张床上 日后肯定是 桥归桥 路归路 你就不想问问侯府的事情 观音奴的事情 还有其他任何你想问的问题 侯府 没有 观音奴 算了 不问了 你不可能答应我 娘子说来听听 我说了你肯定得生气 我不生气 那 你能把观音奴给我吗 路慈当场呆住 你看 不能吧 你就当我没说 但我觉得 你日后要是成亲的话 可以把观音奴留在我身边 等他十几岁后再回去 如何 路慈没有回答 你之前位高权重 女人们都捧着你 但你知不知道 他们私下是什么样子 这话确实是 从娘子身上我就知道了 卧槽 被阴阳了 你继续说 那就说我吧 反正我要是给人当后娘 自己再生孩子 肯定偏心自己的孩子 是吗 所有女人都一样 所以为了观音奴好 我觉得你把她留在我这里挺好的 那娘子的目的是什么 帮我养孩子 让我没有负担去娶别人 娘子好生大度 大度谈不上 毕竟没放在心上 也就无所谓被谁抢走 我就是和这孩子投缘 舍不得她经历后院殷私 你那么担心怪音奴 又想名正言顺养她 不如我们就做真夫妻 你想什么呢 怎么可能 我们小仙女下凡是不能嫁人的 那会违反天条 魂飞魄散 陆茨知道 我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能不能有句真话 算了 不说了 做笔说更重要 反正现在已经捆绑到一起了 不对 你今日为什么突然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不告诉你 也会有人告诉你 李哲 对 想想也是 不知道陆茨对李哲了解多少 转而问道 你是不是也觉得姐姐和李哲有戏 陆茨了解李哲 她表示岂止是有戏 那简直是胜券在握了 来来来 展开说说 我太走了 进去 老德 岳 费